这个世界女生到18岁都会觉醒成为战斗力强悍的气 有的白莲花觉醒成S级血连剑 上岸一剑变斩衣中人 有的女人觉醒为血色皮变 打得空气啪啪作响 甚至有女生觉醒成神级气灵死亡魔脸 成为对抗异兽的绝对主 而男人则觉醒为玉玲师 可与女性签订契约共同战斗 二者之间的契合度越高则发挥出的战力越强 则本被各方领导所重视的第一天的 却意外觉醒出最低等的S级天 周围大大小小的议论声嘲讽声落入我的耳中 此刻我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 就在这时一道耀眼的金光冲天而起 天哪竟是S级气灵 长翅玉灵学院成立以来首位S级气灵诞生了 江仙儿不愧是我们学院的笑话 都别吵 看她的气灵化身是什么 S级的气灵我还从没见过 随着众人的病气凝熄 在金光中江仙儿的身体逐渐虚化为 一把长约三尺三寸的白色长剑 若签订一个合适的御灵师 恐怕不出半年 她便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灵者 真不知道谁能这么幸运能获得她的青睐 原本不出意外的话 她肯定是要和严总签订契约的 毕竟两人是公认的情侣关系 只是她已经成为了废人 自然是不够资格的 这时江仙儿重新恢复成了人形 她的嘴角挂着一丝笑的 享受着众人羡慕的眼神以及热烈的夸赞 这一刻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瞩目 忽然间她的目光透过人群 停留在了最外面正远去孤独的一道身影上 眉宇间思虑的片刻对着我的背影默念一声 严总 舅舅以这种方式结束吧 你跟我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与此同时我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我此刻对自己未来的路很是迷茫 突然我眉头一撞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在等你啊 回答我的是一个全身笼罩在黑暗之中的女人 紫色的头发紫色的衣裙 除了那略显病态的白色脸蛋 她仿佛就像行走在黑夜中的暗夜精灵 为什么等我 我皱眉 叶幽龙邪魅一笑 长腿微抬翘起二郎筒 你觉醒结束了吧 怎么样 是不是F级 你怎么知道 你的脸已经告诉了我答案 我冷声道 这和你没有关系 现在请你离开 叶幽龙发出妩媚轻力的笑声 这当然和我有关系 什么关系 听到这话我眉头深皱死死的盯着她 叶幽龙站起身来缓步走到我的面前 被我的脸气所伤 你觉得和我有没有关系 你是那把长脸 我瞳孔激烈猛缩透射出不可置信的光芒 就在前段时间我和江仙儿出去玩的时候 偶然间遇到了一把紫色长脸和一只妖兽战斗 那把长脸通体幽黑将近三米之长 攻击十分灵力 并且散发着世人灵魂的力量 我觉得危险就拉着江仙儿准备离开 但江仙儿却不听劝地凑了上去 结果长脸朝着江仙儿发出了一道灵气 眼看江仙儿要被斩杀 我为了保护她 用自己的身体扛住了这一包 本以为自己会死 但很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女 不过也养了好久才好过来 但好了之后 我就发现自己的学习和思维能力下降 身体素质也下降了 今天的天赋觉醒 如此差的天赋等级 我就怀疑和这个伤势有关 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了验诊 为什么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做 我质问到 一个人的天赋决定了他的未来 叶幽龙将我中伤 还害得我天赋受损 这笔要了我的命还要难受 我如同一头发怒的狮子 可面对我的咆哮 叶幽龙就像是一只冷静的小猫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我要霸占你 我一下子愣住了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叶幽龙重新坐回位置上 再次翘起二郎筒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叶幽龙 亲地御灵学院的学生 同时我也是一名SSS级的气灵 血脉天赋技能感知 找到你也是一个意外 不过这个意外让我很满意 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寻找 一名SSS级的天赋御灵师 与之签订契约 而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我顿时觉得猛逼 一名SSS级的气灵 竟说自己是SSS级的御灵师 我现在可是F级的天赋 刚刚猜测了 你凭什么说我是SSS级 叶幽龙淡淡一笑 黑白的眼眸闪烁着睿智的光 很简单 因为我的血脉天赋技能是感知 可以判断出你的天赋就是SSS级 至于你为什么是F级 原因也很简单 那就是我的气灵形态 对你的身体造成了受损 各方面因素都受到了影响 从而导致你觉醒出F级的天赋 你只要和我签订契约 那种损伤就会消失 从而恢复你的SSS级天赋 听到这话 我有些呼吸窒息了 原本应觉醒出地等级天赋而落寞的你 在这一刻荣光焕发起来 因为先不说叶幽龙说的是不是真的 就单凭他SSS级的气灵形态 要和自己签订契约 这也是一种莫大的机缘啊 试想 有哪个SSS级的气灵 会选择一个废物签订契约呢 叶幽龙的话 在他心里90%是可信的 你SSS级气灵形态 又是白地狱灵学院的高材生 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呢 肖展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白地狱灵学院 是他们联邦政府最强的四大学院之一 执行精英计划 只招收B级以上的学员 叶幽龙这么好的天赋 在白地狱灵学院里 完全可以随便契约 一个优秀的狱灵师 又何必千里迢迢跑到自己这里来 你以为SSS级天赋的狱灵师很多 叶幽龙给了肖展一个白眼 不论是SSS级的天赋狱灵师 又或者是SSS级的气灵 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存在 在联邦政府每年觉醒的心声中 总共也不见得会出现几个 甚至有的时候一个都没有 本小姐运气很不好 是我们学院今年唯一的一个SSS级气灵化身 而SSS级的天赋狱灵师一个都没有 所以你让本小姐怎么契约 总不可能向下兼容 契约那些SS级的废物吧 好家伙 在她的嘴里SSS级都成为了废物了 那你可以去其他学院找啊 肖展说道 叶幽龙也对啊 我就是出来去其他学院找啊 但是找遍了其他三大学院 也就只有一个SSS级的御灵师 关键的是 她还和别的女人契约了 本小姐有洁癖 契约过别的女人的男人 不想碰 没有办法 我就只能出来找 看看能不能碰到运气 没想到运气还不错 还真让我找到了 我还以为要等到下一批人觉醒吗 听完了她的话 肖展有些明白了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天才少女不甘于淹没 要找一个同样天才的男生 一起打造属于他们的辉煌人生 可是肖展还有一点不明白 那你找我 你可以直接和我商量 为什么要用连气伤人 这一点 叶幽龙也不想 当时我偶遇一只妖兽 战斗之后 精神紧绷 下意识地就发出了连气 你也知道的 像我这种 还处于自由状态的气灵 没有御灵师的配合 是很容易出现战斗失误的 谁知道你要保护那个女人 活该 说到这里 叶幽龙有点吃醋的感觉 或许就像是她所说的 她有精神洁癖 见不得自己的御灵师 和别的女人接触 哪怕是还没有签订契约 给你道个歉 我本来也是准备 直接和你说的 萧展当然是知道这些的 本来心中还是有怒气的 听到她这么说 点了点头 算是接受了她的道歉 气灵和御灵师都一样 气灵可以自主修炼 选择不和御灵师签订契约 只不过 这样做 他们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在修炼速度上会很慢 完全无法 和气约了的人相比 并且在战斗时 其实力最多 也只能发挥出本身的一半 所以 无论是哪种气灵 一般都会选择契约 而同样的 御灵师也是如此 在没有契约到气灵之前 修炼速度和实力都很弱 大多数情况下 都会最快速度进行契约 好 就按照你说的 我是SSS级天赋 但是我没有血脉天赋技能 你还会选择和我签订吗 肖长问道 这不是问题 你和我契约之后 你的血脉天赋魂迹就会出现 你出现这样的情况 全是因为我的气灵化身的属性特殊 那好 最后一个问题 你先让我看看 你的气灵化身 叶幽龙微微一怒 所以我说了这么多 你觉得我是在骗你 骗不骗的 不是你说了算 要我自己确定 肖展其实已经没有选择了 不管叶幽龙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都只能和叶幽龙签订契约 或者换句话说 只有叶幽龙愿意和他签订契约 不签订 他就根本找不到气灵 气灵向上兼容 御灵师向下兼容 就和男女相亲一样 F级的气灵不愁 但是F级的御灵师 可愁的头发都能花白 而他想要看一眼的原因 也很简单 那就是心里有个准备 如果叶幽龙真的是 那把伤他的长帘 他会很开心 但如果不是 他也能接受 他只是想有个心理准备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叶幽龙冷哼了一声 算是答应了他的这个要求 只见他的身体虚幻化 一团黑光出现 黑光中幽影纷纷 带着阴冷尸骨的气息 在黑光之中 一把近三米长的黑色长帘的出现 外形酷似死神的镰刀 通体全黑 唯有连刃之处 是一线烟红 像是没有擦干净的血液 诡异恐怖 这 正是伤害肖斩的那把刀 毋庸置疑的SSS及气灵 现在可以签订契约了吧 精神十海中 叶幽龙的声音传来 可以 那咱们就签订平等气约吧 签订契约的模式有三种 分别是主仆气约 平等气约 和生死气约 主仆气约 就是表面上的意思 一个是主 一个是仆 主可以是御灵师 也可是是气灵 但一般情况下 都是御灵师施主 但是签订主仆气约的也很少 因为这气约完全不对等 作为主 可以随意抛弃 甚至杀死仆一方 并且不会受到任何的气约反噬 这是极不公平的 只有极特殊的情况下 才有人会选择主仆气约 而一般这种情况 都带有强制性 第二种平等气约 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气约 双方签订之后 地位平等 不存在哪一方 可以欺压对方的说法 什么事情都共同做决定 意见不一致 也可以反抗 不会遭到气约的反噬 而且 一旦想要解除气约 只需要一方同意 便可以解除了 属于是绝对的平等关系 而第三种气约 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 也可以按照婚姻气约理解 因为御灵师和气灵的特殊性别关系 一般选择签订这种生死气约的 那都是相爱的夫妻 这种气约 有着极为强大的制约性 那就是签订之后 无法解除气约 任何方法都无法解除 并且 只要其中一个人死亡 那么另外一个人 也会跟着死亡 就是这么的霸道 所以称之为生死气约 一般这种气约 签订的人也很少 哪怕有很多夫妻 也不会选择签订这种气约 毕竟 要死一起死 这谁能受得了 可这种气约 也有着最大的好处 那就是 可以让两个人的契合度 有几率达到完美 完美状态下的御灵师和气灵 可以发挥出 超越本身的极限力量 与同等级战斗的情况下 可以做到秒杀 不在话下 所以 这种气约签订的人虽然少 但是实际上也不是特别的少 只是占比较低而已 比主仆气约多太多了 听到肖斩的话 叶幽龙当即恢复成了人形 脸色却十分霸道地说道 本小姐说过了 本小姐有洁癖 和我签订气约的人 这辈子只能签订我 所以 我们两个必须是生死气约 无庸置疑的语气 毫无商量的余地 肖斩都有些梦了 不过一想 他也就无所谓了 他现在的状态 已经破罐子破摔了 能有人契约 他就很开心了 还能捡到老婆 那更好 反正叶幽龙长得挺漂亮的 比姜仙还好看 当老婆也不亏 你确定 这一旦签订可改不了 肖斩还是提醒道 毕竟是女生 容易脑热 本小姐从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那好 那就跟我去签订契约吧 签订契约 需要在专门的地方签订 一是签订时有人保护 防止意外发生 二是进行记录再册 上传联邦政府数据库 方便联邦政府进行后续的管理 于是 两个人便来到了长翅玉林学院 现在 也只有这个地方 才可以进行契约签订 签订机构 是不可以私人设置的 而随着两人的到来 自然是吸引了众多学员的目光注意 肖斩就不必多说了 原本的超级天才 现在的顶级废物 整个长翅玉林学院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至于叶幽龙 绝美的身姿 高冷黑暗的气质 堪比姜仙的容颜 不让人不注意都不行 这肖斩真的是厌妇不浅了 前脚还和姜仙在一起 后脚又找了一个妹子了 别乱说话 姜仙现在可不是肖斩的了 隔壁列阳玉林学院的灵东 也觉醒出了S级的玉林天赋 现在正朝我们学院赶过来 要和姜仙签订契约呢 小心你这话传入她的耳朵里 她抽你鸭的 这灵东速度还真快 赶鸭子都没她这么快 不过肖斩速度也快 立马换一个 长得帅就是牛逼 容易勾搭到妹子 这妹子看着也不是普通人 他们这是要去哪 那不是契约式的方向吗 难道他们要去契约 不会吧 那妹子难道不知道 肖斩是个废物吗 这还敢契约 该不会是被骗了吧 天赋是能骗的 契约的时候 双方互相信息交换 立马就会露线 我估计那个妹子 可能也是S级 看中了肖斩的外貌 才和她要契约的 不过妹子这么漂亮 完全可以找个一级的玉林师啊 肯定有很大一群人抢着上 谁知道呢 我觉得这件事也许不简单 去看看热闹 肖斩将这些人的话 当作耳边的风 和叶幽龙一路前行 很快便来到了契约式 今天因为是觉醒日 所以契约的人很多 契约式里都挤满了人 但让人意外的 当肖斩来的时候 看到他的人都 下意识地给他让了路 一个个的表情都很古怪 似乎是好奇 又似乎是怕沾惹了晦气 肖斩也不客气 经历了大起大落 现在他的心境 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有人让路 那就往前面走 浑然不在意周围人的看法 至于叶幽龙 更是习惯了这种目光 从小到大的优秀 在哪里都是主目的焦点 咦 仙儿 那不是肖斩吗 怎么他也来契约式了 该不是来找你的吧 他身边怎么还多出了一个女生 人群中 一个长相还可的妹子 对着身旁的江仙儿说道 闻言 江仙儿也抬起眼眸 果然在人群中看到了肖斩 和之前相比 他的身上 已经没有了觉醒失败落寞 但是也没有了觉醒之前的那份自信与傲气 转而取代的是一种淡然 处变不惊的淡然 短短的几个小时内 就发生这种变化 他很好奇肖斩经历了什么 但是随后 当他看到肖斩身边 带着一个极为靓丽的女子时 他似乎一切都明白了 眼底闪过一抹怜悯之色 摇了摇头 肖斩和叶幽龙要进行契约 正好也是江仙儿所在的方向 不可避免的 两个人碰到了一起 再次见面 气氛不免有些诡异 只是短短几个小时 两人之间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说 也什么都没有做 甚至就连面都没有见 但是 两人都心照不宣地明白 肖斩 你没有必要这样的 现在的我们 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这样做 又何必呢 江仙儿纯洁的脸上 写着冷淡 在这个世界 天父几乎决定了一切 自己是S级 肖斩是F级 在觉醒的那一刻起 他就应该明白 他们两个人应该分道扬镳了 不主动不回应 这是成年人的拒绝 肖斩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的 我这么做怎么了 肖斩听到这话 有些莫名的奇怪 自己来和叶幽龙契约 这么做有问题吗 难不成江仙儿 你还打算继续和自己契约 肖斩可不认为 自己有那么大的魅力 成年人了 懂得都懂 在这个世界上 为了不必要的牵扯和麻烦 在男女成年觉醒之前 几乎所有的人 都是不会去谈恋爱的 并且还会有意识地保持距离 就算是因为青春萌动 有忍不住的 他们也不会公开情侣关系 只会进行日常的暧昧 因为现实很残酷 你无法确保 你喜欢的对方 会觉醒出一个什么样的天赋 如果一旦差距过大 那么前期的感情投入 将会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 割裂感情很痛 并且在后续和其他人 签订契约之后 心如果无法腾干净 那么契约双方之间 就会有隔阂 契合度无法得到提升 实力就会大大减少折扣 实力的影响 才是最致命的 所以在觉醒之前 男女双方都很有理智地保持距离 肖斩和姜仙之所以走得很近 是因为两人从小 就是青梅竹马的原因 当然了 也更是因为两人都很优秀 他们觉得 即便是运气不好 觉醒结果会有点差距 但是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还是能契约的 却没有想到 差距会如此之大 不过即便他俩之前关系那么好 也没有挑开那层关系 只是经常走在一起而已 当然了 这个世界也不缺乏恋爱脑 也会有那么极个别的人 在觉醒之后 发现差距过大 但仍然不顾一切 也要选择与对方签订契约 就是为了真挚的爱情 这样的人会很惨吗 也不一定 因为之前说过 这个世界 天赋几乎决定一切 不一定的地方 就在于这个几乎 除了几乎之外 还有一点 给了那些天赋差的人 一个逆转人生的机会 那就是契合度 完美的契合度 可以发挥出 超越本身数倍的力量 比如 一个S级和一个A级相契约 一般的情况下 他们可能一辈子 就局限在 在二品御灵师的实力境界 但是 当他们契合度达到完美时 就可以爆发出 媲美甚至超越 三品御灵师的实力 不过 也仅限于此了 再强不可能超越 四品御灵师 天赋终究是根基 蚂蚁再怎么强壮 也只是蚂蚁 终究无法焊像 契合度 是所有人的追求 但对天赋低的人来说 也只是一种 走投无路的安慰 而对于天赋高的人来说 其锦上添花的作用 远比雪中送炭来的有效 看到肖斩明知故问 江西儿心中 对肖斩的印象大大减分 神色渐渐冷了下来 就这样沉默着分开不好吗 为什么非要选择 这样的方式报复呢 江西儿道 肖斩 我知道这件事 对你的打击很大 但是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你应该知道 我们是不可能的 你带着他来 无非就是 想要刺激我罢了 可是这样有用吗 这样我就会选择 和你签订契约了吗 很抱歉 我的理智 比你想象的更为强大 美貌和天赋相比 根本不值得一提 你做这样的事情 在我看来 真的很幼稚 一连串的话 让肖斩听明白了 原来是江西儿 觉得自己觉醒失败了 心里会有不甘 所以就化作一条赖皮蛇 死缠烂打的 要找他签订契约 然后为了成功 还故意找来一个漂亮的女生 来刺激他 听完这话 肖斩真的觉得很讽刺 是自己很讽刺 自己这么多年的真心付出 结果在他的眼中 就是这般的品行不堪 如果今天夜幽龙没有出现 肖斩是绝对不会来契约式的 更不会在以后 再来打扰江西儿 从此以后 两人便是陌路人 放手 是一种爱的成全 肖斩不会自私到 用所谓的感情去威胁捆绑他 他的尊严 也不允许他这么做 但是现在 肖斩嘴角含着苦涩 他真的感觉自己的真心为了狗 深呼吸 吐出一口浊气 肖斩浑身轻松 之前他还抱有一丝幻想 那就是 江西儿万一真的要和他契约 该怎么办 但是现在 他明白了 幻想就是幻想 是不切实际的 不过这样也好 自己也不算是背叛这段感情了 答应和叶幽龙的结合 虽然是一种无奈之举 但也让他心中起了一个疙瘩 不过现在嘛 这个疙瘩消失了 江西儿 你可能理解错了 我并没有来刺激你的意思 我和叶幽龙过来 只是单纯的 要进行契约而已 如果是因此 让你产生了一些情绪 我对此表示抱歉 肖斩的语气 前所未有的冷淡 像是对陌生人的告别 成年人的感情 分分合合 没有必要睁红了脸 骂红了眼 原来 则句 原去 则散 江西儿听到这话 不由得心中一颤 脸色变了几分 胸口处更是莫名地涌现出一点闷度的感觉 肖斩这样的语气 他还是头一次从他的嘴里听到 眉宇微皱 有点不习惯 有点不舒服 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 这时 肖斩的语气突然又产生了波动 还有 你让我真的挺失望的 我原本以为 我们之前是有一些感情的 现实让我们分开 我坦然接受 但是现在 我才知道的 我原来在你眼里 什么都不是 你 让我觉得恶心 说完 肖斩便转身离去 江西儿一时间呆愣在原地 不知所措 他 好像输得彻底 一塌糊涂 但是转眼一想 输 我为什么会输 该输的是他才对 我可是S级 他一个F级 有什么资格来抨击自己 他算是看明白了 肖斩这么做 还是自尊心在作祟 他想要通过批判感情的方式 以此来挽回自身天赋垃圾 而丢失的尊严 不然的话 他完全可以私下 找自己说清楚 又何必在大庭广众之下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 无非还是为了存在感罢了 现在 几乎所有的目光 都在他的身上 嘲讽 笔 指指点点 江西儿脸红发烫 哼 肖斩 你既然踩我 那也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 他准备喊住肖斩 但就在这时 一个人出现在了契约室的门口 人群再一次主动让开 林东一脸热情 且激动地 跑到了江西儿的面前 西儿 久等了吧 不好意思路上有点堵 我们现在就进行契约吧 林东 隔壁烈火御灵学院的天才 觉醒S 及御灵天赋 现在的身份 是江西儿的平等契约对象 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并成为江西儿的契约对象 那当然是肖斩的变故 以及依靠他的家庭背景了 一次学院交流 林东认识了江西儿 并且一眼就喜欢上了他 只是那个时候 他们都没有觉醒 再加上江西儿又和肖斩走得近 且肖斩还是出了名的优秀生 所以林东 一直都只是保持观望 但是这种观望是痛苦的 他也本以为 自己这辈子是和江西儿无缘了 但是今日肖斩的意外 真的是给了他一个大惊喜 在得知肖斩是一个废物之后 且江西儿觉醒了S级气灵形态之后 他第一时间就通过家族势力 与长翅御灵学院的校领导交涉 表明他要和江西儿签订契约 并且 为此他愿意从烈火学院退学 加入长翅御灵学院 还愿意每年拿出一笔资金资助 长翅御灵学院 校领导一听还有这好事 当即就把江西儿找了过来 江西儿和肖斩都是孤儿 家里没啥牵挂 他一听到S级天赋的林东 要找他契约 第一反应是犹豫 因为S级的气灵 是有概率可以找到 SS级的天赋御灵师的 气灵向上兼容 校领导也知道他的想法 不过他想要向上兼容 但是SS级的御灵师 也同样有这种想法 不一定也会考虑他 再加上附近今年觉醒的天才并不多 江西儿想要成功地找到一个 SS级的御灵师难度很大 大概率最终还是遇到一个 和自己同等级的 另外校领导还是很会劝导的 让他可以先契约嘛 等以后遇到了好的 再换不就行了 再者 林东家里有钱有势 江西儿的修炼资源不会少 可以走很大的捷径 想到这里 江西儿于是也就同意了 而林东知道他答应了 当即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再看到纯洁如仙子一样的江西儿 翘生生地站在那里 林东有一种无比骄傲的感觉 只是他发现江西儿现在的心情 好像不太好 仙儿 你怎么了 江西儿没有搭话 林东眉头不经一皱 顺着江西儿的目光看过去 他顿时明白了原因所在 萧斩 林东是认识萧斩的 也知道萧斩和江西儿的关系 更知道萧斩现在是一个废物 看到他出现在这里 他知道萧斩肯定是受不了刺激 来找江西儿泄分来了 哼 一个废物也敢来欺负我的仙儿 真是不知死活 林东是个烈脾气的人 家庭有钱有势 自身天赋又高 之前没觉醒的时候 他还能忍 但是现在 事实已经注定 他怎么还可能继续忍 又怎么可能看着自己追喜欢的江西儿 受到欺负 还是被一个废物欺负 所以 他直接冲着萧斩喝道 萧斩 你给我滚过来 向西儿道歉 响亮的声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原本略嫌吵闹的契约是 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安静 萧斩停下脚步 转头看向两人 林东他也是认识的 并且从路上那些人的口中 萧斩也知道了 林东就是现在江西儿的契约对象 他清淡道 我为什么要道歉 你也有仙儿不高兴了 你就应该道歉 林东上前一步 十分霸道地站在江西儿面前 他觉得自己有好好保护江西儿 会给他带来安全感 萧斩听到这话后 只觉得好笑 这算是什么歪理 他不高兴 自己就要道歉 简直是无理取闹 他现在已经不想和江西儿有任何的瓜葛了 越拉扯 只觉得越恶心 什么话都没说 直接转身就要离开 林东却眉头一皱 自己竟然被无视了 还是被一个低级废物 这怎么能忍 萧斩 你给我站住 我让你走了吗 萧斩不想理他 淫淫狂吠 毫无意义 只有拳拳到头的实力 才是绝对的话语权 现在他前面的一个契约房间 正好没人了 他要赶紧去契约 契约之后 他便可以开始修炼 然后成为一名真正的御灵师 只有那样 他才有在这个世界行走的资本 但他的不回应 却让林东感觉颜面大失 尤其是在这种众人眼睛底下 只觉得丢脸至极 怒火一下子就冲入了他的脑袋 萧斩 我让你给我站住 你这个废物东西 你要是今天赶不给仙儿道歉 我让你这个废物 一辈子都无法契约契灵 这句话 林东还真不是吹牛 一个F级的废物 凭借他的家世背景 他完全可以做到 对萧斩进行全面封杀 毕竟 契约可是自愿的 萧斩是孤儿 他想让萧斩不契约到契灵 简直太简单了 金钱加威胁 轻轻松松做到 而萧斩那时想要契约 要么求林东 要么就用强制契约的方法 可那种强制契约的方法 都是实力强大人的专属 萧斩一个连御灵师都还不是的人 根本没办法强制 说出这句话 林东自认为可以拿捏住萧斩 毕竟 F级就算是废物 那也比普通人强 能契约 那肯定是要契约的 不会选择放弃 就在他以为萧斩会过来乖乖跪下 然后憋屈地道歉时 萧斩却依旧理都没理他 继续向着契约房间走去 这都威胁不了萧斩 林东再一次感觉了 自己的颜面被践踏 刚刚是连被撕扯 现在就是放在地下狂踩 尤其是周围人的目光 像是一把把粗颜 撒在他血肉淋漓的脸上 让他火辣辣的刺疼 咬牙切齿 怒气横胜 他这才第一天来长翅御灵学院 就丢这么大的脸 那以后 他还怎么在这个学院树立威严 连忙跑到了叶幽龙的面前 拦住 我给你一万联邦币 你拒绝和他进行契约签订 滚 叶幽龙语气淡漠 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你 林东顿时气节 肖斩无视自己 你这个女人也敢无视自己 十万 十万联邦币 这下总想了吧 我说 让你滚 叶幽龙眼皮慢抬 深邃如黑洞的毛子 射出一道冰冷的寒光 林东顿时有一种 被死亡盯上的感觉 寒毛一粒 但他再仔细一看 那种感觉又消失了 他稳了稳心神 认为刚刚那是幻觉 你别得寸进尺 十万联邦币 已经是天价 你拿着这笔钱 完全可以找个一级 甚至低级的御灵师 这对你而言 是一种莫大的恩赐 你应该感谢我 我劝你 最好别不知好歹 林东看着叶幽龙的脸蛋 不得不说 这叶幽龙长得真的是好看 冷艳至极 黑暗风十足 若不是叶幽龙是个低级废物 他甚至都想和他签订契约了 至于为什么他这么肯定 叶幽龙是低级废物 那还用猜吗 和废物签订契约的 只能是废物 听到这话 叶幽龙眉间一冷 直接一脚就是踹出 正中灵东的小腹 将他踢了个人马 养翻 契林觉醒 和御灵师不同 契林刚刚觉醒 就拥有了战斗力 而御灵师还没有 他们需要签订契约之后 才能拥有战斗力 换句话说 御灵师的战斗力 已经不是普通人能踢出的了 一脚下去 灵东跪地暴富蜷缩 面色惨白 冷汗大颗大颗的直冒 浑身颤抖 想要说话 却是怎么也说不出来 垃圾 要不是联邦律法 规定不得杀人 我刚刚叫了你的命 叶幽龙冷泄道 因为这个世界妖兽横行 人类示威 所以联邦律法规定 严禁御灵师之间互相残杀 围者 剥夺御灵师资格 发配憋语 当然 这是明面律法 暗地里杀人的也不在少数 说完 叶幽龙便拉着萧展 一步跨入契约房间之中 进入房间 门自动关闭 阻拦外界的一切干扰 一瞬间的安静祥和 让萧展感叹 隔音效果真好 而门外 江仙看着如此丢脸的灵东 心里鄙夷地摇了摇头 抛开天赋不谈 灵东和萧展的性格差距 真的是太大了 都不是一个两极的 但不管怎么说 灵东现在也是自己的契约对象 他还是要表现出应有的关心 你没事吧 灵东腾的面容扭曲 喘气都困难 但听到江仙的关心 心里只感觉好了很多 我 我没事 随后又说到 萧展简直是太狂妄了 一个S级的废物 哪来的这个胆子 这个场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等他们契约出来 我一定让他们付出狂妄的代价 仙 我们现在也去契约吧 等他们出来 我们两个一起要他们好看 让萧展跪在你面前给你道歉 凭我们S级的天赋和气灵 绝对能打得他们跪地求饶 嗯 江仙点了点头 就算不找回厂子 他们也要契约 于是 两个人走进了另外一间契约房间 萧展和叶幽龙的房间内 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 你们两个已经决定好了 签订契约了吗 如果现在反悔 还来得及 不要浪费契约资源 是负责契约护法的老师 一个中年人 决定好了 萧展和叶幽龙互看一眼 一口同声 好 那选择你们的契约方式吧 我们选择生死契约 生死契约 中年人有些诧异 第一次契约就选择生死契约 这样的人很少见 你们确定是生死契约吗 这个契约一旦签订 就无法解除 并且生死与共 我的建议是 你们最好先选择平等契约 以后有问题 也方便解除 中年人毕竟是老师 他不希望学生做出错误的决定 不过萧展和叶幽龙都很坚定 萧展是别无选择 只能和叶幽龙签订 想要恢复天赋 只能听他的 叶幽龙则是性格古怪 非要签订生死契约 那萧展也没有什么办法 中年老师见状 也不多说 学生们有学生们的选择 他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好吧 那现在就开始吧 说吧 中年老师驱动一个阵法 阵法之中 闪烁着奇异的光芒纹路 这些纹路蕴含着契约法则的力量 奋出一丝 朝着萧展和叶幽龙靠近 而萧展和叶幽龙两人 此刻也是闭上了眼睛 萧展调动觉醒时 才会开启的契约空间之力 以及精神使海之力 随后在他的脑海之中 出现了一个类似异世界的空间 空间不大 只有一颗弹珠大小 但是给人一种 一杀一世界的感觉 只不过 这个世界给人一种灰蒙蒙 生气微弱的感觉 像是一盏残烛 随时都会熄灭 而与此同时 叶幽龙身上也出现黑色光芒 光芒萦绕 他渐渐地变成了自己的气灵形态 一把近三米之长的黑色长帘 长帘上面黑光阵阵 死气缠绕 透露着无比阴郁沉重的气息 尤其是在连任出的那一缕鲜红 更是在这阴郁的气息里 注入一丝 圣级灵魂的妖异 光是看上一眼 就仿佛生机都在被剥夺 这 这是SSS级气灵 中年老师顿时震撼住了 他本以为只是S级的气灵 和肖展气约 却没想到 竟然是SSS级 语气惊悍 表情夸张 一双瞪大到铃铛的眼睛里 充满了不可置信 SSS级气灵 天哪 这可是最顶尖的气灵 全国每年觉醒 都不一定会出现一个 怎么出现在这里了 他可是记得很清楚 今年的长翅玉灵学院的天才 就只有一个S级的江线 SSS级都没有 更别说SSS级了 这个女娃娃 绝对不是本学院的 那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她震惊的无以言表 但是 这些都还不是让她最震惊的 让她脸皮色变 三观崩裂的是 此时此刻 这个SSS级的气灵 竟然要和一个S级的废物 签订契约 还是生死气约 天哪 这女娃娃疯了吧 她不可能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呀 这完全是将自己的天赋 暴殲天物 她下意识地就想要阻止 可是肖斩和叶幽龙的精神力 已经开始了融合 这种情况下 如果她强行出手的话 那是会要了两个学员的命的 可是如果不阻止的话 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一个绝世天才云落 这个女娃娃 不是他们学院的 如果签订契约之后 让她的父母 让她的学院知道 她在自己这个学院里 和一个废物签订了契约 那他们学院 恐怕承受不住这怒火了 能培养出SSS级的学生 其家庭背景和所在学院 肯定不是吃素的 完了完了 这下完大了 中年老师表情麻木 眼神呆滞 一切都完了 现在的她 就只希望叶幽龙 能主动脱离契约 毕竟 契约之时 叶幽龙是能够感受到 肖斩那平级灵气的契灵空间的 天赋越高 契灵空间里面 灵气就越充沛 就越适合契灵修炼 如果她此刻主动放弃契约 那么一切都还来得及 可是 她发现叶幽龙并没有丝毫放弃的意思 甚至十分的配合 两人的精神交融非常的迅速 不一会儿就完成了一大半 这下 中年老师彻底绝望了 这女娃娃 估计是个傻子 然后被肖斩骗了 这下如何是好 要是她的家人找上门来 肖斩和叶幽龙的精神之力 开始交融 相互刻意 整个过程并不长 也很顺利 一分钟后 肖斩眼睛猛地睁开 与此同时 她的手中一把黑色长帘突然出现 长帘之上 死亡之气滚滚 阴森妖异 随随便便地一挥舞 就发出像是来自死亡名界的阴森鬼笑 像是索命一般 死亡魔帘 这就是你的名字吗 肖斩看着手上的气铃 露出十分满意的表情 别的属性先不说 就单单这名字 是真特娘的霸气 话音刚落 死亡魔帘黑光一闪 从肖斩的手上消失 然后又变成了叶幽龙 翘生生地站在肖斩的面前 这个时候 在两人的眉心之上 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图案 图案有点类似于叶幽龙的长帘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细小的纹身 这是签订生死契约 才会出现的特有标志 永远不会消失 哪怕是死亡之后 也不会消失 这就相当于向外人传达了 两人是生死夫妻的关系 就如同爱情一样 是专属于两人的 是向世界炫耀的 外人不可剥夺的 与此同时 两人签订契约之后 看向对方的眼神 也出现了一丝温柔之色 这也是签订生死契约 才会出现的特有效果 其他两种契约 在签订之后 御灵师和气灵之间 是不会有任何的情感变化的 之前是什么关系 就还是什么关系 两个人的契合度 都需要日常的慢慢经营 但是生死契约不同 刚签订 就会有一种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 很自然 很融洽 这是献给那些 致死不渝的御灵师 和气灵们的奖励 契约成功之后 肖展来不及 整理脑中多出的信息 他第一件事 便是检查自己的身体 这一检查 顿时欣喜若狂 只觉得原本伤口处 那痛苦阴冷的感觉 消失了 转而浑身无比轻松 像是压了几百年的大山 终于被挪开了 与此同时 他的脑袋 那种浑恶的感觉也不见了 以前那种 脑神清明的感觉也回来了 思念通达 敏锐感知 甚至比他巅峰状态 还要强 并且 他的气灵空间内 原本暗淡微弱生气 此刻变成了一副盎然生机 朝气蓬勃 这正是天赋等级SSS的表现 这些直观的变化 让他血液翻涌 呼吸急促 他真的恢复天赋了 他好了 他肖展不是废物 此刻 他想呐喊 但是已经经历了一次 事态炎凉的他 还是强忍住了这种冲动 然后 他便是感受起 自己血脉天赋技能的觉醒 任何一个御灵师和气灵 都有属于自身的血脉天赋技能 这些血脉天赋技能种类繁多 光是记录再测的 就有好几万种 还有一些 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记录的 数不胜数 血脉天赋技能没有强弱之分 全看御灵师和气灵的匹配程度 有的御灵师气灵是一把剑 血脉天赋技能却是软化 那你怎么打 把剑变成软剑 这种御灵师是最悲催的 血脉天赋技能 觉醒了 还不如不觉醒 而有的则是锦上添花 一把气灵大刀 血脉天赋技能又是破风 那实力就大大增强 所以 血脉天赋技能的强弱之分 没有那么太大明显区分 叶幽龙的天赋血脉技能是感知 可以感知眼睛耳朵皮肤感知不到的东西 这算是一个顶级血脉天赋技能了 在战斗中 可以起到很强大的攻防作用 现在 萧展就希望自己 千万别觉醒一个垃圾天赋 不然的话 那就太掉面子了 很快 萧展就知道自己的血脉天赋是啥了 在知道之后 他有些傻眼了 与此同时 一道冰冷的寒光突然朝着他射来 像是一把利剑刺穿他的眼眸 是叶幽龙 很明显 他也知道了自己的血脉天赋技能 契约之后 两人的信息会交换 并且一些能力也能共同使用 萧展正尴尬着 突然 叶幽龙静直朝着他冲了上来 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 并将他抵在了墙上 无比恶狠狠地警告道 你要是敢使用你的血脉天赋技能 本小姐第一个宰了你 宰了萧展 叶幽龙自己也会死 可他却毫不犹豫这么做 可想而知 萧展的血脉天赋技能 让叶幽龙多么的可恨了 被叶幽龙死死抵住 萧展只感觉呼吸凝固 脖子都要被压断了 难受万分 这娘们 是真下得了狠手啊 关键是他现在的实力 完全无法反抗 叶幽龙是兵器类气灵 还是SSS级 觉醒初期 自己作为育龙师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他连拍叶幽龙的手臂三下 这是前世拳击规则投降的动作 他现在连话都没法说 这娘们 和他的气灵形态一模一样 死亡之气浓烈 完全就是死神的化身 叶幽龙稍微松开了点 萧展大口喘气 你要谋杀亲父啊 这才刚结婚 洞房都还没入呢 萧展这话说的不算流氓 也不是轻薄 生死契约 那比世界一变前的结婚证还管用 签订了这个契约的男女 无一例外 全是夫妻 叶幽龙也不在意他说的这句话 他只是彻底松开了手 冷漠道 话我只说一次 你要是敢背着我 偷偷使用血脉天赋技能 本小姐绝对和你同归于尽 这冰冷的话语 让萧展一点都不觉得是开玩笑 这个叶幽龙脾气太过古怪 虽然两人签订了契约 但也只是互有好感的状态 性格什么的 还需要摸索摸合 唉 只是可惜了自己的血脉天赋技能了 叶幽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那正是因为 萧展的血脉天赋技能 是契约扩炼 什么叫契约扩炼 就是萧展游只能契约一名气灵 一下子变成了可以契约多位气灵 这是什么概念 这完全就是降维打击呀 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 由于契约法则的原因 每一位御灵师都只能契约一位气灵 他们将共同成长 面对困难 解决困难 然后一步一步成长为强者 每一位气灵 都是御灵师最忠诚的伙伴 不 应该说是最忠诚的爱人 但是现在 萧展却可以契约好几个气灵 换句话说 他就有了好几个老婆 这能不让叶幽龙暴走吗 他选择和萧展签订生死契约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有精神洁癖 他不愿意契约别人契约过的 也不愿意自己以后再去契约第二个人 所以 就更不允许自己的契约对象 能契约好几个了 萧展现在觉醒的这个血脉天赋技能 完全就是 违背了叶幽龙的意志 所以 他才那么言辞犀利的 警告萧展不能用这个血脉天赋技能 不然的话 就同归于尽 这不容拒绝的态度 让萧展感到无奈 以及深深的可惜 要知道 他一旦契约了多个气灵 这意味他的实力 将成几何式的暴涨 可以做到绝对的碾压 这在以后的战斗中 完全是超越对手的存在 只可惜 现在因为叶幽龙的存在 他是不能使用这个血脉天赋技能了 唉 又叹一口气 家人们 谁懂啊 这种感觉 就像是自己苦苦追求了好几年的女人 终于和她结婚了 结果她却不让你碰 你说悲催不悲催 与熊掌不可兼得 这个道理 萧展也是知道的 现在她能和叶幽龙这个SSS级的气灵签订契约 并且还恢复了自己的天赋 这样的结果已经让她很满足了 虽然这一切的根本都是叶幽龙造成的 没有她 也许自己的日子会更好过 可当初的受伤 也不能全怪叶幽龙 是她要去救江仙的 有舍有得 人生 本就是遗憾与圆满并行的 这位同学 你是哪个学院的 你这么强大的天赋 怎么选择和萧展签并契约呢 这个时候 中年老师忍不住问道 看两人刚刚的样子 应该都是自愿吧 只是 越是自愿 她就越好奇 最强与最弱的结合 这也太碎三观了 关你屁事 叶幽龙冷漠地瞪了她一眼 她现在正在气头上 谁来都是一阵骂 萧展觉醒那么个狗血血脉天赋技能 她心里很不爽 虽然 她用死亡威胁萧展 亮萧展也不敢契约 但是精神洁癖 就是精神洁癖 即便还什么都没做 就只是觉醒那么个天赋技能 她也感觉到恶心 如同一把出鞘的寒刃 走出契约室 萧展尽量不出声地跟在后面 这娘们脾气有点暴 萧展说实话有点怂 当然 关键是现在打不过 萧展 我等你很久了 我还以为 你要一辈子归缩在里面呢 一出来 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灵东和江仙 他们两个人先一步完成了契约 知道萧展还没有完成契约之后 就一直等在门口 等待萧展出来 他们要找回刚刚丢失的面子 萧展揉了揉头 这个灵东 真就是没完没了了 当舔狗可以 但是你拿我当垫脚石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刚刚没实力 萧展可以忍 但是现在 忍 不是她的性格 除非那人是她老婆 正准备给她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这时 叶幽龙却直接抢先一步 冷眼喝道 少废话 你要怎么打 萧展 这姑奶奶 脾气是真的薄 灵东表情一正 萧展这废物 竟让妹子替她出头 真是心中鄙夷万分 刚想要嘲讽两句 却突然看到了妹子额头上的图文 她不懈的脸上 顿时写上了惊恶 你们竟然签订了生死契约 这话一出 周围的学生都不由地看过来 发出惊呼声 竟然真的是生死契约 天哪 这两个人也太大胆了吧 他们这么快 就认定彼此是对方了吗 今年的学院里 好像还没有两个人 签订这个契约吧 他们是第一队 真有魄力啊 有魄力又有什么用 两个F级的废物 签订这契约也依旧是一个废物 一旁的江仙也感觉到不可置信 短短几个小时 萧斩竟然就和别的女人 签订了生死契约 所以 她对自己的感情都是假的 是的 就是假的 她之前就是故意来嘲讽自己的 还伪装的义正言辞 身是恶心的男人 江仙真的是彻底地看清楚了萧斩的嘴脸 少废话 你想怎么打 萧斩此刻也站了出来 她和叶幽龙现在是一条生死战线的 叶幽龙的决定 就是她的决定 她也深刻地知道 想要两个人拥有完美的契合度 那就必须要无条件地信任对方 支持对方 这就和养成游戏差不多 她至少是这么认为的 面对两个废物的挑衅 林东只觉得一阵好笑 真的是躺臂当车 不知死活 虽然他们双方都是 才刚刚签订契约 但是天赋等级和气凌等级的优势 让她和江仙一签订 拥有的实力 就会比别的人要强大许多 所以 如果此刻开打 在林东看来 肖斩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 那就最直接的决斗吧 你要是输了 给我和仙儿跪地道歉 歉 有本事走出学院 我们生死战 叶幽龙却不屑地说道 生死战 叶幽龙的口出狂言 让所有人都是呆愣住了 只是一个小小的矛盾 没必要生死战吧 要知道 因为妖兽纵横 人类示威 所以联邦规定 禁止杀人 但是毕竟是实力为尊的世界 全部限制也不太现实 所以 为了能够让矛盾解决 愤怒宣泄就设置了一个生死战的规定 双方自愿进行生死决斗 便可以不用担负任何法律责任 但是 在学院里 秉承着传承教学 为联邦输入力量的目的 是没有这条规定的 只设置了普通决斗 所以 想要生死战 就得走出学院 这话一出 林东表情瞬间一变 有点吃惊 这个女人什么鬼啊 一言不合就生死战 这么不把自己的命当命 肖斩也是嘴角直抽搐 这压得叶幽龙也太血腥 太暴力了吧 一言不合就生死战 真就死亡摩连的属性呗 不可胡闹 就在这时 一个中年男人 从门口走了进来 校长 校长好 秦明月点了点头 随后走到双方中间 说道 你们之间有矛盾 可以进行决斗 学院也鼓励决斗 但是生死战 是绝对不允许进行的 秦明月作为校长 自然是要阻止这种不合理的行为的 人类的最终大敌是妖兽 怎么能互相残杀呢 更何况 双方还是特别优秀的学生 他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秦明月重点将目光 放在了叶幽龙身上 这位同学杀气充裕 是一件好事 但是不能让杀气冲昏了头脑 要用头脑掌控杀气 听这话 他显然是知道 叶幽龙的气灵形态的 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也是因为契约式的老师 将叶幽龙的情况报告了上去 在听到自己学院 出现一个其他学院的学生 并且还是SSS级的气灵时 他就立马赶了过来 没想到刚来 就遇到了这档子事 同时 他也看了一眼萧展 眼中闪过一丝可惜 萧展 原本是学院重点培养的天才 都指望着 他能打破学院记录 却没想到 真是造化弄人啊 但是 更可惜的是 眼前这个女同学 最强的天赋 却选择了萧展契约 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难道 萧展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玉龙体系发展了 也有一百多年了 期间也出现过天赋不行 但是依靠着努力 从而改变人生的 只是 这些人少得可怜 凤毛麟角 并且他们很大一部分程度 是依靠血脉天赋技能 实现逆袭的 可萧展没有血脉天赋技能啊 连逆袭的条件都不具备 这个女娃娃 却还是选择了萧展 真是让人搞不懂 她可不会认为 这个女娃娃 就真的是一个傻子 决斗就决斗 算你们好命 叶游龙甩出一句狠话 似乎很不爽的样子 萧展之皱眉 这压得 到底哪来的这么大的力气 突然想到了 第一次看到她的情景 当时她还是自由形态 就敢和一个妖兽战斗 这份实力 这份胆破 一定是从小就经历了 非常严厉且特殊的训练 才会拥有的 不由的 萧展对她的身世 产生了一丝好奇 哼 大言不惭 真要生死战 死掉的也是你们 你们应该庆幸 秦校长在这里 林东也是丝毫不退让 打嘴炮 你有那个实力吗 叶游龙和萧展 都是能动手 就尽量不避避的人 直接走到了旁边的 区域的决斗台之上 看热闹的学员们 此刻连契约都不契约了 纷纷围了上去 S级天才的战斗 这可不能错过呀 哪怕他们的对手 是F级的废物 仙儿 等会儿她 就得乖乖跪下给你道歉 林东轻蔑地看了一眼萧展 还以为自己是 之前那个不可一世的天才呢 嗯 姜仙儿也不可知否地点了点头 纯洁无瑕的脸蛋上 却挂着不符合她气质的狭隘 很快 双方都来到了决斗台之上 决斗台不大 也就两个篮球场大小的样子 被击下台算输 被打得爬不起来算输 投降算输 没有规矩 打赢就是规矩 一名老师负责充当裁判 同时也是防止双方打出真火 然后下死手 秦校长和一位教导主任 站在台下默默观看着 校长 你觉得哪边会赢 教导主任问道 他也是得到契约室给出的消息后 就立马赶来了 只不过速度要慢一点 秦校长文言些许沉默 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S级与S级的强强结合固然强大 但毕竟两边都是刚刚弃约 还没有进行磨合 此时进行战斗 气凌的作用占据重要位置 我比较偏向这个SSS级的女娃 教导主任微笑着摇了摇头 我倒是和校长明持不同意见 SSS级固然稀释绝有 各方面属性都要碾压S级 但战斗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肖展S级的气凌空间 根本无法驾驭SSS级的气凌 气凌反而还会受到压制 而灵冬和江仙强强结合 可以充分发挥气凌的力量 即便是还没有磨合 战斗力也不能小觑 秦校长却道 可你别忘了 肖展是进行的生死契约 他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契合 看来我们是谁都无法说服谁了 不过没关系 马上结果就会出来 教导主任说完 随后便将目光放在了决斗场之上 秦校长也沉吟不语 静静地观看着 场中 战斗双方都没有废话 灵冬单手一挥 江仙便画作一柄纯白的雪莲剑 出现在他的手上 雪莲剑渐气轻盈 剑身秀丽委婉 散发着淡淡的轻微白光 有一种大家闺秀之感 但握在灵冬的手上 就有点大老爷们抹腮红 看起来特别的别扭 肖展这边也同样出手 玉灵之力催动 叶幽龙十分配合 化作死亡魔帘 一柄散发着浓烈死亡之气 近三米之长黑色镰刀 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肖展单手握帘 指向灵冬姿势极其霸气 配合他身上那种冷静的气质 以及冷峻的容颜 这一刻 他仿佛和死亡魔帘融为一体 天生一对 极其的匹配 死亡魔帘一出现 就立马惹得众人惊呼 这是什么气灵 好霸气啊 看气势 怎么感觉这个气灵 比江仙的雪莲剑还强啊 这真的是F级 这镰刀的气息好诡异啊 我都不敢直视 感觉自己的精神力 都要被他拉扯进去 怎么回事 我感觉好困啊 好累啊 秦校长面色微变 眼底深处动容波澜 这气灵好强大的死亡之气 仅仅只是站在这里 都有一种被盗取生命力的感觉 这的确是SSS级才有的气灵属性 赶紧让学员保持距离 离得太近 会对他们造成损伤的 是 如此天赋 却和肖展签订契约了 要是和别人 哪怕随便一个S级的御灵师 其将来的成就 定然也是一方御尊 教导主任也跟着感慨道 妖兽强大 人类最缺的 就是那种能独当一面的强者 每一个觉醒SSS级天赋的学员 都会受到特殊的待遇照顾 以此保证 能让他们顺利成长起来 可结果 这么一个天才学员 却和一个最废物的御灵师结合了 这算哪门子是啊 唉 他们真的是越看越觉得 叶幽龙这个女娃娃 可惜了 要不是两个人已经契约了生死契约 他们绝对会将叶幽龙和肖展 强行剥离的 真的是心痛不已啊 场中 林东看到肖展手持的气灵 被他巨大的体型 以及那阴冷森森的气势 吓到震撼住了 原本不屑傲然的脸上 此刻不可控制的 爬上一片僵硬 这 这怎么回事啊 肖展不是契约的 是一个S级的废物气灵吗 这强大的气势 这让人压抑的窒息 这绝对不是一个废物气灵 可以拥有的 这至少都是S级 甚至是SS级 不是 这他妈到底什么鬼啊 肖展只是一个废物 为什么要选择他 他看了看手中的血连剑 再看他肖展手上 大到夸张的镰刀 他不能接受这种现实 这时 他手中的血连剑 突然发出一阵颤抖 同时 血连剑开始变得虚幻起来 但是也没有完全虚幻 而是在虚幻与现实之中来回 这是气灵形态不稳的征兆 这一幕 看得秦校长眉头直皱 这个灵动心性太差 S级的天赋 完全可以做到 刚气约就可以稳控气灵 但是现在气灵虚幻化了 这说明他的心性有问题 并且已经影响到了气灵 玉灵师和气灵之间 产生了气和间隙 这是大忌 一句点评 便毒辣地看出了 灵动此刻的问题 旁边的教导主任 也是不禁摇头 玉灵师和气灵之间 最重要的便是真诚 他这才刚气约 就表现出这副嫌弃的模样 恐怕要不了多久 姜仙也就会选择脱离他 接着 他用目光看向萧展 带着一丝可惜 天才之所以被称为天才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天赋 更是因为他超出常人的心性 这一点 萧展甩灵动太远 可是越感慨就越可惜 这个事件 终归是天赋说了算 努力可以变强 但是一定不会最强 这场战斗 结果已经出来了 场中 萧展微闭眼睛 这是他第一次认真地感受死亡摩连 死亡摩连在他的手上 不是一件冰冷的兵器 而是一个有温度的人 心连着心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想法 世界的光辉之路 就从这一刻开始吧 萧展眼神一灵 闪烁无比的坚定 一步踏出 死亡摩连在空中 划出一道黑色的残影 残影如黑雾 在轨迹中缓慢消散 似乎感受到了萧展的情绪 摩连之上 死亡之气腾腾 而出 像是地狱之门打开 挥动间 更是有恶鬼凄厉之声萦绕 圣人灵魂 阴冷寒处 灵动有些头皮发麻 萧展的气势磅礴 全身又黑气笼罩 手持巨大死亡摩连 朝着他冲来 让他感觉自己 面对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来自地狱的死神 尤其是死亡摩连之上的 那道星红蟹线 更是如同一双眼睛 死死地盯着他的命 他畏惧了 浑身僵硬 不知所措 只是下意识地 举起手中的雪莲剑格挡 碰 萧展毫不犹豫地 一摩连砍在了雪莲剑之上 死亡之气 顿时如同肤骨之炎爬了上去 迅速轻染剑身 并朝着灵动的手上缠绕而去 巨大的力量 直接将灵动击飞到场外 重重地摔在地上 发出一声痛哼 脸色更是瞬间变得如白纸 一般苍白 但他的第一件事 却是连忙丢弃手上的雪莲剑 避之不及 生怕那死亡之气缠绕上他 在他丢弃雪莲剑的一瞬间 江仙的真身幻化出来 纯洁的脸上同样苍白万分 嘴角更是一出烟红的鲜血 但是 他此刻眼中的怒火更甚 灵动的行为太过让他生气 战前畏惧 更是嫌弃自己比对方差 战斗时又畏畏缩缩 毫无雄心 最后更是直接被吓破了胆 连还手都不敢 且被打飞之后 更是只顾着自己的安危 将自己丢弃 不帮自己驱散死亡之气 贤贫爱富 懦弱无能 胆小如鼠 自私自利 这样的人 简直聚集了所有人性的烈性 这样的人 怎么配合他江仙签订契约 他强忍着 立刻解除契约的冲动 灵动还有利用价值 他家的修炼资源 对他来说 是一种奢侈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能解除 他的性格隐忍 这一点 就如同当初他对肖斩一样 站起身来 强忍着身体传来的痛楚 看向肖斩 更多的是在他手上的摩连停留 这次你赢了 但不代表你以后还能赢 你只是仗着他的天赋优势而已 你又能逞强多久呢 肖斩淡淡道 这件事不用你担心 你有那个闲工夫 还是管好 你自己吧 手中的死亡摩连光芒一闪 随后变成了夜幽龙 高调冷凹的身段 哥特罗利士的黑暗裙摆风格 两人是极不般配的 一个冷静帅气 一个却显得有些黑暗森冷 不过外貌上来看 还是俊男美女一对 夜幽龙只是冷冷的瞥了一眼姜仙 没有过多的停留 全程都透露着弹幕 虽然说要不是姜仙的貌势 导致肖斩的受伤 然后觉醒失败 才让他夜幽龙有机会简陋 和肖斩成功契约 但是 他夜幽龙可不会感谢他 他一向相信 在自己手上的东西 那都是靠自己本事得来的 从来不是别人所谓的施舍 瞥了一眼 两个人便朝着决斗台下走去 肖斩 你给我等着 一年 不出一年 我就会把你打倒在地 灵冬在身后放着狠话 他和姜仙一样 认为自己会输 都是因为夜幽龙的气灵优势 一年之后 他们就是一品御灵尸的境界 那个时候 凭借肖斩的垃圾天赋 绝对还是原地踏步 他就能轻松碾压了 对于他的放话 肖斩只是轻声冷笑 一年之后 哼 给你三十年你也没用 末期少年穷 末期中年穷 末期老年穷 死者为大 盗墓者的眼泪 这将贯穿灵冬的一生 肖斩和叶幽龙 走下决斗台之后 便朝着校外走去 秦校长和教导主任站在原地 看着他们的背影 校长 不找他们两个过来聊聊吗 教导主任问道 聊 聊什么 毕竟是SSS级气灵 虽然契约的是F级 但是培养的话 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秦校长直接打断了 不用多想了 他们两个是留不下来的 果然 他的话音刚刚落下 几辆豪华的黑色轿车 就突然停在了肖斩和叶幽龙的面前 小姐 黑色轿车上面 下来几对男女 其中一个头发有些花白 穿着西装 戴着白色手套的中年男人 走到叶幽龙的面前 恭敬万分 小姐 家主有令 请您立刻回去 知道了 现在就会 叶幽龙出来的目的 就是找契约对象 现在找到了 他自然没必要待在外面了 说完 他坐上了豪车的后排 还愣着干什么 跟我回家 难不成你想让我住你那个破地方 肖斩有点尴尬 他那个地方也不破好吧 那可是联邦政府的奖励 那叫精致 小姐 中年男人看到肖斩和叶幽龙没间的图文 有些惊讶和迟疑 怎么 还需要我给你讲解一下图文的含义 他现在是我的契约御灵师 抱歉小姐 是老奴师里了 中年男人知道叶幽龙的脾气 急忙低头表示歉意 随后又对肖斩拉开车门 做出一个请的姿势 姑爷 请 姑爷 肖斩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称呼 真有点不太适应 这就是大家族吗 看着这一辆车 就比自己六年的奖学金 外加联邦奖励的那套房还要贵 他不禁捏了捏鼻子 这不仅讨了一个老婆 好像从此还得到升天了 小富婆呀 换做前世的话来讲 少走了一辈子的弯路 谢谢 对着中年男人礼貌感谢一句 肖斩也坐上了车 中年男人点了点头 姑爷 自我介绍一下 老奴和赛 在叶家的身份是一名管家 何管家 我叫肖斩 行了 赶紧开车吧 叶幽龙不满催促道 是 小姐 随后众人上车 几辆车子不一会儿 就消失在了校园内 这一幕 众多学生又是热闹起来 这女生是谁啊 好大的派头啊 那辆车 恐怕要几十万联邦币吧 几十万 真是没见识 那车不值钱 也就五百多万 我家也买得起 关键是那牌照 那是白牌 白牌你懂吗 那是军方的牌照 军方牌照 那岂不是她是军方的人 天哪 那个女生到底是谁啊 众人羡慕不已 肖斩这家伙 真是走狗屎运了 灵东看到这一幕 脸色闪出一抹极度 愤愤地捏紧了拳头 这个肖斩 狗屎运还真是吼 不过那又如何 终究会被我踩在脚下 一旁江仙 则莫不作声 只是静静地看着 不知何想 但那威州的眉宇 已经出卖了他心中的此刻的想法 另一边 教导主任看到这一幕 秦校长大人 果真是料事如神啊 秦校长却是露出一抹苦笑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刚刚那几辆车上的图腾 应该是联邦八大家族叶家的吧 教导主任倒吸一口凉气 叶家 难怪能觉醒出SSS级的气灵 叶家 那可是镇守北京的军人世家 我记得明镇北京 杀得妖兽文风丧胆的死亡之神 就是姓叶吧 等等 那把镰倒 该不会 真是有意思 就是不知道 他们叶家在得知 肖展是一个S级的废物御灵师时 会是一个什么反应 教导主任露出一抹玩味的笑 但这时 秦校长却极为严肃地对着他说道 张主任 这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这对于我们人类而言 是一种惋惜 希望你不要有这种想法 对 对不起 校长 张主任脸色一僵 尴尬道歉 但心里却是有点不满 小题大做 有必要吗 更何况 他不是在开玩笑 这是一件事实 镇北城 整个城位于联邦政府的最北域 地势连绵起伏 山脉众多 矿产资源丰富 但气温低下 常年笼罩着一层挨挨白雪 在一百年前 这里还是春冬分明的 但是现在 只有冬天 不是在下雪 就是在下雪 此刻 镇北将军府 一架武装直升飞机轰轰而来 最后停落在了将军府的广场之上 从直升飞机上面 下来一对俊男靓女 身后还跟着一个管家 这两个人 便是从长翅玉灵学院过来的肖展 和叶幽龙 小姐 家主已经等候多时了 等候的仆人 立马给叶幽龙披上一件 黑色的保暖雕容大衣 叶幽龙看了一眼大衣 又看了仆人一眼 仆人却低着头 眼神躲闪 叶幽龙顿时眉头一皱 大衣只给他准备了 却没给肖展准备 这是一个态度 叶家的态度 虽然说肖展此刻也并不冷 在来之前 管家就已经提前告知会很冷 所以早早地就换好了衣服 那件雕容大衣 肖展也不在意 说是保暖 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象征 当然 他也没有看出来 这实际上是叶家通过一件大衣 在对他进行区别态度 这是透露出了叶家 对待肖展的态度 啪 突然 肖展猛逼间 一道响亮的耳光声响起 是那名仆人 脸上多了一道巴掌印 他连忙跪下 脸上的红印 在寒冷空气的侵蚀下 更加的烟红 下次再敢只拿一件衣服 本小姐杀了你 叶幽龙冷漠的声音响起 比空气还要冷 不敢说这是家主的意思 只能委屈地低着头 是 小姐 看着叶幽龙走进府里 肖展还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听着叶幽龙的话 他有一点点明目 同时 心中有一点点感动 这就是被偏爱的感觉吗 叶幽龙 好像是一个不错的老婆呢 随后看了一眼何管家 和管家表情平淡 仿佛没有把这件事 当成一件事 将军府规矩严厉 并称军队作风 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轻易侮辱下人的 更不会随意杀人 但毕竟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 以往的那一套 多少会被改变 更何况 叶幽龙在整个将军府 也是一个特例 与此同时 将军府内 一个肩宽被阔 威武不凡的中年男人 坐在书房里 国字脸 面容刚毅 气质不凡 浑身散发着一股沉稳厚重的气息 仅仅只是坐在那里 就给人一种无比的安全感 只是此刻 他的神情却显得有些愁闷 一声又一声的叹息 接连不断 因为此刻在他的面前 放着一份文件 文件的第一页 赫然就是肖展的照片 信息全面 鲜艳的 S特别鲜艳 无敌 还叹气呢 这时 一个美妇端着一杯咖啡 推开门 走到他的面前 叶无敌看了一眼美妇 美妇的忧愁 稍微散去了一点 润亚 你说这算是怎么回事吗 一个SSS级气灵 和一个S级玉灵师结合 还是生死契约 你说这 这传出去 我们叶家会不会怎么看 唉 叶无敌说着说着 又是一道叹息 张润亚来到他的背后 白皙的手指 在他的肩膀上轻柔地按着 生死契约 一经签订 便无法更改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他们 说是这么说 可是这让我一时间怎么接受 唉 早知道当初就不该同意 让他自己出去找契约玉灵师 本以为凭借他的血脉天赋技能 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 可结果 却找这么一个人回来 S级 选个一级 我都能好受一点 你说 他会不会是故意的 这个问题 张润亚有点皱眉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故意的吧 幽龙这孩子 虽然性格孤僻怪异了点 但还是不会 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吧 不然的话 当初他为何拒绝了 青帝御灵学院的张虎 张虎也是SS级的天赋御灵师 我也觉得他不是故意的 毕竟 他从小的目标就很强烈 就是要成为大哥一样的人物 可问题是 现在的情况 怎么让我相信 他不是故意的 叶无敌真的是越想越投打 完全想不明白理由 要说叛逆 他从小一直都在叛逆 也没这么叛逆过 好了 想不通就别想了 等会儿幽龙回来了 你问问他不就行了 张润亚劝道 叶无敌又叹息一声 现在也只有问他才知道情况了 如果他的前途受限 我真的是无言去面对大哥了 报 这时 门外传来声音 进来 报告将军 小姐已经回来了 另外 第一军团长黄元 和他的儿子黄飞 也在门口请见 让他们到会客厅 是 叶无敌有些疑惑 黄元不是在住房吗 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 张润亚道 你还真是一点不关心其他事 黄元这次专门过来 我估计是为了他儿子黄飞的事情 什么意思 黄飞也是SSS级天赋 比幽龙年龄大一岁 现在已经是二品御灵师了 他从小就喜欢幽龙 这次幽龙觉醒气灵之后 他就立马解除了自己的契约 要和幽龙签订生死契约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幽龙不选择他 偏偏自己出去找 结果就找了这么个回来 要知道 黄飞这孩子的契约对象 可是SS级气灵 也是天才了 两人都磨合了一年了 他硬是说解除就解除 光是这份魄力 就足以他对幽龙多么重视了 狠心成了一个孩子 女人思考问题 喜欢用感情 叶无敌作为统领大军的将军 思维自然是更全面一点 我不否认黄飞这孩子很优秀 但他这么果断 就抛弃自己的契约气灵 是不是太不把契约当一回事了 他有没有想过 这对气灵是多么残忍呢 另外 幽龙的天赋 足以让任何一个御灵师都重视 与其说他心成 不如说这是他权衡利弊的选择 在叶无敌的心里 无论是生死契约 还是平等契约 一旦选择了契约对象 就不能轻易抛弃 忠诚 是契约的核心 他是看不起这种 随意就解除契约的人的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他从小就喜欢幽龙 只是年龄比幽龙大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总不能让他一年都不契约修炼吧 而且 只是平等契约罢了 签订的时候 就应该承担这种风险 说不上什么残忍不残忍的 张润亚有些不满说道 他觉得叶无敌有些小心眼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 黄飞也是第一军团长的儿子 和你的关系也不错 你这么想他的儿子 有些不太合适 叶无敌摇了摇头 你呀 就是感情用事 富人之心 判断一个人 可不是靠他的身份 不然按照你这么说 观越大 人就越好咯 哼 我和你讨论 你就和我钻牛角 我懒得和你说 你就是个死脑精 张润亚不开心了 我是死脑精 我看你们女人才是死脑精 我这是 再跟你讲道理 讲逻辑 这是合理的分析 叶无敌还没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蛮不讲理是吧 一口一个女人 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女人 张润亚当即就揪着 叶无敌的耳朵 开始训斥起来 别别别 我错了 老婆我错了 叶无敌赶紧求饶 刚刚不怒自威的叶无敌 此刻瞬间化作了一只啪耳朵 这特么的 媳妇咋又生气了 自己不是和她心平气和讲道理吗 女人太善变了 错哪了 张润亚愈怒道 我哪都错了 你敷衍我 没有没有 我是真错了 我不该和女人 亲爱的你讲道理 我不该钻牛角尖 我是死脑精 天大地大 媳妇最大 哼 这还差不多 张润亚满意的松开了手 敢和女人讲道理 哼 女人就是最大的道理 看了看疼得 呲牙咧嘴的叶无敌 又不禁有些心疼道 有这么疼吗 我就轻轻捏了一下 瞧你那样子 在战场上被砍一刀 也没见你这么夸张过 你不懂 你是我老婆 你和他们不是一个量级的 别人是物理伤害 你是魔法伤害 别人伤的是身 你伤的是心 张润亚忍俊不惊 美好气地给了她一个白眼 胡言乱语 也不知道老娘当初看上了你哪点 想当初那么多的SSS级追求我 我都没答应 偏偏选了你这么个SS级的 嘿嘿 那还不是因为我率浅迷远 乱花见玉米远眼 滚 好嘞 与此同时 将军府大厅内 肖展和叶幽龙刚刚坐下 连热茶都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 门口一个身着白色毛领的青年 就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 直冲着叶幽龙而来 幽龙 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都担心死你了 黄飞带着满脸的焦急和欣喜之色 大步走到叶幽龙的面前 刚想要伸手亲近 却突然看到了叶幽龙额头的黑色图纹 顿时表情一愣 不可置信 脸上的笑容消失 爬上了无比阴郁的怒气 但还是极力隐忍着 幽龙 你怎么签订契约了 你怎么不等我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说着 就伸出手要抓叶幽龙的肩膀 叶幽龙一巴掌将他的手打开 横眉冷眼 注意你的行为 黄飞神色僵硬 手僵持在半空中 不知所措 叶幽龙继续道 还有 我从来没有说过 要和你签订契约 一切 我都有自己的选择 绝情的话像是一盆冷水 交得黄飞心底拔凉 心心念念的来 本以为会高高兴兴的回去 可结果 却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生死契约 头顶发虑 被人截胡 他感觉比吃了屎还难受 越想越气不过 猛的转过身 一把抓住肖斩的衣领 小子 说 是不是你逼迫幽龙和你签订契约的 说 碰 肖斩还没动作 叶幽龙突然就一脚射出 结实的踢在黄飞的胸口之上 黄飞顿时如同皮球一般 被踢飞了出去 足足六七米之远 才停了下来 黄飞捂着胸口 一脸不敢置信 看向叶幽龙 眼底深处隐藏着一抹阴痕 幽龙 你这是干什么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不需要 你胆敢再敢碰他一下 别怪我不客气杀你 叶幽龙犀利警告道 浑然不给黄飞的面子 肖斩心中有些吃惊 叶幽龙刚刚那一脚 他是能感受到的 那绝对是用了全力的 但是黄飞 却只是被踢出六七米之远 并且稳稳地站住了身形 普通人是绝对站不住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这个黄飞 绝对已经是一名御灵师了 也只有御灵师 才能抗住这一脚 同时 他又有些感动 叶幽龙竟然如此霸道地偏爱他 黄飞刚刚只是才碰了他一下 叶幽龙就直接动手了 连犹豫都没有犹豫的 霸道护疯 他心中对叶幽龙好感大增 这样偏爱且实力强大 又美貌无比的女人 谁会不爱呢 就在气氛僵硬之际 一道含着怒气的声音 在门口响起 叶侄女 你这是要杀谁啊 走进来一个中年男人 穿着军装 裹字脸 龙形虎步 身姿挺拔 不怒自威 面容和黄飞有几分相似 正是黄飞的父亲 黄元 同时也是叶无敌旗下第一军团的军团长 身份地位和实力 都非常的高 不过 即便是面对他 叶幽龙依旧不假以辞色 谁敢动肖斩 我就杀谁 说实话 实际上也是他必然的选择 他和肖斩绑定了生死契约 肖斩死 他就得跟着死 所以 肖斩现在还弱小 他不护着他 谁还护着他 叶侄女真是好大的脾气 先不说我和你父亲是好兄弟 你和黄飞 那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青梅竹马也不为过 他只是关心你而已 举动冒失了一点 你就是这么对待他的 动不动就要杀人 哼 你父亲也不敢随意杀人 更何况 真的要动起手来 凭你刚刚觉醒的状态 谁被谁杀可不一定 黄原脸上带着韵怒和冷笑 叶幽龙仗着气灵形态的优势 现在的确是有一定的战斗能力 可肖斩没有啊 他连个御灵师都还算不上 他们两个 要和二品御灵师的黄飞对战 还真不一定是对手 而且 这还只是黄飞 现在没有气灵的情况下 若是黄飞有气灵 那叶幽龙和肖斩吻叔 毫无还手之力 叶幽龙听着他带刺的口吻 心里很不爽 他是一个直性子 天不怕地不怕 从小霸到惯了 谁都不敢惹他 就算是叶无敌 都拿他没办法 此刻更别说是一个军团长 也敢来教育他 刚想发作 这时 门口再次走进来两道身影 黄军团长 小孩子之间打闹 你不出手阻止就罢了 怎么还跟着一起起哄吗 是嫌看热闹是不够大吗 叶无敌略带威严的训斥道 黄原脸色难看了一分 但很快恢复正常 将军说笑了 我只是觉得 幽龙这孩子性格太过激烈 这对他的成长可不太好 出了校园容易吃亏 所以多给他提醒了两句 叶侄女若是不喜欢听 我不说便是 叶无敌略过他们 然后走到大厅的主位上坐下 事宜四人都坐 黄原摇了摇头说道 将军 我此次前来 是为了犬子和叶侄女契约一事 现在既然叶侄女 已经签订契约了 那我们也没有 继续留下的必要了 我边防还有事 就先回去了 说着 黄原便带着黄飞离去 黄飞也知道 留在这里 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生死契约无法改 他再怎么不甘心 也无能为力 阴冷的眼神看了一眼萧斩 像是要把他的模样 刻在脑海里 随后冷哼一声 十分不爽地走出了将军府 这一幕 落到萧斩眼里 不禁有些无奈 生死契约 好处嘛 就是不用担心别人抢你老婆 即使别人再怎么不甘心 也只能无奈接受这个事实 根本抢不走 但坏处嘛也很大 那就是 招仇恨有点厉害了 双倍仇恨 不管是叶幽龙招来的仇恨 还是萧斩招来的仇恨 只要恨上他们其中一个人 那么就等于恨上了他们两个人 避不开 躲不掉 不像平等契约 其中一个人惹了不该惹的 对付不了 那么另外一个人 还可以选择解除契约 划清界限 以此保全自己 生死契约就不行 一个人的锅 两个人的碑 这个黄飞 光从他的眼神来看 萧斩就知道 他不会善罢甘休 以后肯定会对自己报复 唉 红颜祸水 不成欺我眼 怎么 这就怕了 叶无敌传来一声冷漠 他一直注意着萧斩的表情 看到他脸上的表情 就认为他刚刚是被吓到了 被黄飞吓怂了 心中本就对他印象不好 此刻更加不屑了 萧斩确定 叶无敌是在对自己说话 他政策严肃道 为何要怕 他无非就是比我多修炼一段时间而已 假以时日 我必追上他 超过他 哼 天赋不大 口气倒挺大 你拿什么追上他 拿你那吹牛不脸红的口气 还是拿你那污点一般的S等级 叶无敌直接反驳 没有一丝丝的相信 肖斩嘴角抽搐 好吗 天赋低 果然才是这个世界的根本 走到哪里 都会被人质疑 连发自内心的自信 都成了一种吹牛逼 还好自己天赋不是真的低 正准备解释 叶无敌又转头对着叶幽龙训斥道 你呀你 你让我怎么说你才好 我们相信你 才让你出去 自己寻找契约对象 可你呢 就是这么选择的 你看上了他什么了 感觉 还是血脉天赋技能 就算是选他 那你签订一个平等契约不行吗 非要搞个生死契约 我和你二妈都没签订生死契约 你比我们两个还要猛 你知不知道 生死契约意味着什么 不仅仅是生死 更重要的是你的发展前途 万一你们两个性格契合不来呢 矛盾不断 恨比爱多 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想改都改不了 你承受得了那种结果吗 叶无敌越说越生气 说到最后 直接是站了起来 将军身上的杀伐之气 无形散发 让肖展感觉到一阵窒息 叶无敌说出了生死契约的精髓 签订生死契约 不代表两个人 就一定能发挥出契灵的全部实力 契约 只是一个形式 只是给契约双方提供了一个 可以达到完美契合的基础 能不能真正意义的上的 达到完美契合状态 还要看两个人的修炼 这不仅仅是实力上的修炼 同样也是感情的修炼 有的人 天赋顶级 但是性格不合 就算是签订生死契约 那也没有什么效果 其最终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甚至还远不如和天赋低的人 签订契约 所表现出来的强大 在天赋差距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两个人的感情 才是第一比重 这也是为什么 张润亚做一个SS级的契灵 却选择了同样SS级的叶无敌 作为契约对象 而没有选择追求他的那些SS级 说完了吗 说完了就给他办理 白地御灵学院的入学资料 叶幽龙道 他的脾气 好像对谁都是一个样 叶无敌知道他的脾气 比牛还要卷 但是这么大的事情 叶幽龙不解释一下 就想这么糊弄过去 那绝对不行 说吧 你为什么选择他 不给我一个理由 我没法交代 叶无敌态度强硬 因为他能满足我的所有要求 叶幽龙回答道 要求 S级就是你的要求 叶无敌听到这话 就觉得一阵好笑 连带着表情都忍不住嘲讽了 是的 叶幽龙却不卑不亢 一脸淡然 你 叶无敌正要发怒 就在这时 一旁萧展听不下去了 那个 叔叔 我能说两句吗 萧展心里有点无语 他怎么觉得自己 这便宜媳妇的脑袋 多少缺那么一根筋呢 看不出问题核心吗 叶无敌明显就是嫌弃自己天赋低 你直接给他说自己不是S级 是SSS级不就行了吗 非要没营养的话 这么一大推 完全抓不到关键点 他有必要快点结束这场误会 你闭嘴 却没想到 叶无敌对着他当头棒喝 别叫我叔叔 你还没有资格叫我叔叔 别以为你签订了契约 就等于入了我叶家的门 我叶家向来没有废物 你还没有那个资格 叶无敌实话实说 从一边之前 他叶家就是军人世家 对子孙的教育也是非常的重视 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铁骨蒸蒸 守卫一方的好男儿 萧展这副模样 还真入不了他的眼 萧展听着这话 心里波动不是不大 因为他不是真的没资格 他只是被误会了而已 天赋决定地位 这是这个世界的残酷 叶将军 能容我说一句吗 被嘲讽了 萧展平生静气 不卑不亢 只是少了一开始 对长辈的礼貌 若是自己真的是S级 他会选择沉默着 忍受这份羞辱 但他不是 SSS级的天赋 是他的底气 他没必要遭受着莫名的误会 更没必要承受 叶无敌的羞辱 说 但是 你只有一句话的机会 叶无敌看了萧展一眼 还是给了他说话的机会 他并不是蛮横不讲理之人 能做到大将军 自然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 骄傲自负 固执己见 那不是他的性格 否则的话 他也守不了这边境要塞 但也只有一句话的机会 一句话 废物如果不能证明自己不是废物 那将会被他彻底打上废物的标签 萧展松了口气 他还真怕叶无敌 就像小说中那些无脑角色一样 只知道一味地嘲讽别人 现在看来 他并不是那样的人 那这样的话 就好沟通多了 叶将军 你误会了 我并不是S级天赋 而是SSS级天赋 SSS级 叶无敌顿时表情一愣 眉头锁成一团 死死地盯着萧展 里面闪烁着无限怀疑的光芒 他还以为萧展会说 自己的血脉天赋技能特殊 才会让叶幽荣弃约 却没想到他说这个 这不太现实 是SSS级 那为什么资料上是S级 那可是直接上传联邦政府数据库的资料 根本做不了价 小子 你可知道在军中说谎的后果 叶无敌警告道 眼神中已经带起了怒气 军中说谎 造成严重影响者 可当散布谣言 扰乱军心罪 除以死刑 他可以接受萧展平庸 但是绝对不能接受他说谎 叶将军 我没有说谎 的确是SSS级 我也没有说谎的必要 萧展都已经和叶幽龙绑定了 强装直老虎 还真的没必要 装得了一时装不了一世 叶无敌听着他这话 当然也是明白这一点 那这么说 他还真的是SSS级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要知道 觉醒注是和联邦政府直接挂链的 觉醒数据当即就会上传 途中根本没人能改 既然他是SSS级 那为什么会数据出错 幽龙 他说的是真的 叶无敌转头问向叶幽龙 天赋这种东西 检测判定的手段很多 但对于他来说 最迅捷的办法就是问叶幽龙 第一 叶幽龙有感知天赋技能 第二 叶幽龙从不说谎 他会不屑对你说话 但是绝对不会对你说谎 倒不是他想当个好人 而是因为他纯粹懒得敷衍你 叶幽龙看了一眼叶无敌 道 我还不会傻到去找一个废物 和我契约 好了 听到这话 叶无敌紧锁的眉头 可以松下来了 萧展的确不是废物 心中松了一口气 这让人最头疼的问题 终于是解决了 只是再次看向萧展 不免也有些惊讶 一个时不时会遇到 妖兽骚扰的偏远小城市 竟然能觉醒出SSS级这样的天才 四大核心城市都不一定每年能出 真是稀奇 另外 数据竟然也会出现问题 这又是为什么 不过他没有问具体的原因 因为这些都不重要 他看向萧展 继续问道 资料上显示 你的血脉天赋技能是没有 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那你的天赋技能是什么 他不让我说 萧展看了一眼叶幽龙 他知道自己这个天赋技能太过bug了 匹夫无罪怀避其罪 SSS级天赋固然稀有 但这么多年也是累积了不少人 而自己这个天赋 一旦让别人知道 那绝对会招来无尽的杀手敌人 人类总体团结一心 对付妖兽 但是世人就会产生利益 就会勾心斗角 微妙的平衡如果会被打破 那么勾心斗角的人们 就会再一次团结起来 所以 萧展要保护好自己 当然 如果自己直接说没有的话 叶无敌肯定也不会信 还没有哪个SSS级天赋育灵师 会没有血脉天赋技能的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F级的专属 瞎别也不太现实 索性直接将问题推给叶幽龙 反正以她的性格 硬刚叶无敌 轻轻松松 叶幽龙是个聪明的女人 也不会傻到说出来 听到这话 叶无敌看向了叶幽龙 我都不能知道 不能 很特殊 是的 淡淡的四个字 代表了叶幽龙的态度 叶无敌不问了 还是那句话 叶幽龙的性格 她是清楚的 不说 那就绝对不会说 她怎么问也没有用 只是 到底有多特殊 怎么说 自己也是最亲近之人 连我都不能知道 看了一眼萧展 发现这小子 有点得意的样子 他似乎找到了 拿捏自己的方法 切 趴耳朵 叶无敌突然说道 很莫名其妙的一句话 声音很小 但是萧展听得刚刚好 他愣了一下 趴耳朵 自己只是不想暴露而已 咋就成趴耳朵了 有些无语 不过他也很敏锐地察觉到 这是叶无敌没话找话 其目的就是想要打压一下自己 树立他的威严 真是俗套的方法 萧展严重怀疑 话说回来 虽然自己前世是一个川鼠人 但萧展可以明确表示 自己真不是趴耳朵啊 你叫什么名字 问名字 那就是代表叶无敌 已经开始认可萧展了 并且 这个认可 也是故意表现出来 给萧展看的 萧展的资料 他可是清清楚楚 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名字 萧展 萧展回答道 他也知道 叶无敌 这是对他态度转变了 叶无敌点了点头 继续表示认可 但话锋一转 又开始树立威严了 还是那句话 别以为你和幽龙签订了契约 你就能入我叶家的门 天赋是基石 努力是爬梯 混不出我叶家人该有的样子 你一辈子也别想得到 我叶家的认可 是 我明白 萧展道 行了 你们去吧 我会将你的入学资料办好 过几天 你们就去学院报道 是 萧展应道一声 随后便和叶幽龙 一起离开了大厅 离开之后 叶无敌不禁难难道 这小子的天赋血脉技能很特殊吗 连我们都不能知道 张润亚上前一步 年轻人有自己的命名该的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只要知道萧展的天赋是 SSS级的不就行了 叶无敌点了点头 确实是这样 张润亚这时又问道 要不要让联邦政府的人过来 重新平定萧展的天赋等级 毕竟 F级的待遇和SSS级的待遇 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叶无敌思考了一下 还是算了吧 重新平定天赋等级 就要测试萧展的血脉天赋技能 他们两个 竟然连我们都不想告诉 就说明 萧展的血脉天赋技能确实很特殊 甚至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要是找来联邦政府的人 说不定反而是害了他们 再说了 联邦政府发的那点待遇 我叶家又不是给不起 只要萧展有能力 就算是把整个叶家的天赋给他用 那又如何 张润亚也点了点头 天赋血脉技能繁多复杂 有很多是见不得人 若是让别人知道了 会引来杀人之祸 萧展的信息不更新 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与此同时 将军府外 黄元和黄飞两人脸上竟是阴郁之色 黄飞更是凶狠模样进出 如同一个凶手暴徒 哪还有刚刚为爱痴狂的男人模样 去调查一下这个萧展的信息 哪里来的野小子 竟然把我们的计划都给打断了 黄元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本来制定好了一套完美的计划 但萧展这个小子的出现 让这个计划瞬间支离破碎 毫无用处可言 黄飞道 父亲 他们已经签订了生死契约 我们的这个计划 就相当于是废了 只能执行另一个计划了 放心吧 另外一个计划我也在同时进行了 兵不雪人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非要我举起屠刀 那也不是不行 那父亲这个萧展和叶幽龙怎么办 要不要找个机会杀了 黄飞眼中露出一抹凶狠 签订叶幽龙是计划 但是他也是真的喜欢叶幽龙的 被萧展截胡 这顶不算绿帽子的绿帽子 让他很难受 黄元看向他 发现他眉间全是不可控怒气 严厉道 我给你说过很多次了 你的这个猎脾气要改 成大事者 必要忍常人之不能忍 你这样不加以控制自己的脾气 迟早有一天你会吃亏的 是 我知道了父亲 黄飞低头 但他完全就是一副没听进去的样子 黄元知道话多说无意 人叫人百遍教不会 是叫人一遍就会 折断的骨头是最好的教训 等他什么时候吃一次亏 他就知道了 不及这一时 现在杀了他们 只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更何况 我已经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正好可以利用肖斩 黄元道 他脸上的阴狠 比起黄飞的凶狠 那可怕程度 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 父亲 是什么绝妙的计划 哼 等你哪天改了脾气 我就可以放心地告诉你了 黄元恨铁不成钢 黄飞心里不舒服 正要继续追问 接他们的直升机 来了 暂时也就压了下去 将军服 叶幽龙的闺房 肖斩洗完澡 从浴室出来 叶幽龙半依靠在床头上 手捧着一本书 微低着头 纤细的手指 如同葱玉 穿着衣洗黑色蕾丝睡衣裙 玉腿修长 光滑白皙 没有一丝杂质 洁白的脚掌精绣小巧 上面五个如同猪玉一般的脚趾头 圆润诱人 白皙之中静着粉嫩 一头如瀑布般的青丝垂落 遮掩不住他绝美的面容 偶有一缕发丝调皮地跑出 被他轻撩至耳后 真当是绝美的画面 配合着空气中特有的清香 肖斩心中不免移动 我们已签订生死契约 生死与共 你想要睡我 自然是可以 正当肖斩心中浮想之际 叶幽龙的声音突然传来 听到这话 肖斩的心猛的一跳 热血更加沸腾了 好家伙 没想到这冰山老婆这么给力 一点也不含糊 角柔造作远离 通勤打理进门 呜呼乐哉 他还以为像这种高冷大小姐 会玩什么 你睡床我睡地的老套剧情吗 或者再不计 也要立个规矩什么的 结果这完全没有挖威 幸福来得太突然 肖斩的心里 反而有点不适应 不知道该咋办了 叶幽龙一直盯着肖斩的神情 看到他脸上的激动之色 他的表情依旧淡然 但细细观察 就会发现淡然的有些过分 生疏 像是在说一件 和自己无关的事情 肖斩捕捉到了这一丝生疏 他那涌上头的热血 突然像是浇了一盆冷水 顿时让他清醒冷静了许多 看着叶幽龙绝美的脸蛋 和完美的身姿 他顿时明白了 叶幽龙同意自己和他睡 不是因为他是真的愿意 而是生死契约的特殊性 让他接受了这种早晚回来的事实 他正准备说点什么 但在这时 叶幽龙的声音再次传来 他盯着肖斩的眼睛 眼中的生疏消失 这一刻清澈动人 我作为无论发生什么 都会陪你走完一生的人 有些心里话不得不说 其实相比于今晚就进行最后一步 我更希望这一天 能发生在一个美妙共情的夜晚 先扬后翼 呵呵 肖斩明白了 还是这一套 叶幽龙又说道 当然 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虽然我们签订了生死契约 但是我们两个都是 一名独立的个体 在感情地位上 我们是互相平等的 你想要 我会同意 你理解我 我会很开心 这话说得很真诚 不得不说 肖斩真心有被触动到了 他的确是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 和肖斩在沟通的 甚至他的地位实际上更软一点 他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若是想法一致 那两人情感羁绊加深 若是想法出现分歧 他会选择接受肖斩的想法 让肖斩转为一致 外表高冷 内心细腻 平和的话语 让肖斩的热血不是被冷水浇灭 而是自主降低温度 他开着玩笑说道 虽然有感觉你是在 不过作为和你共度一生的人 我理解你 并尊重你 我并不是 不爱你 我只是说出了我心中的想法 虽然生死契约将我们这辈子 注定绑在一起 但是我更希望的是 在这契约之中 我们之前也能产生感情的冲动 叶幽龙却很认真地解释道 生死契约并不是万能的 两个陌生人在签订契约之时 他只会给予男女双方最基本的感觉 什么叫做最基本的感觉 简单来说 就是不排斥 就像是男女相亲第一次见面 双方都觉得 这个人还可以 没有吸引自己的点 但是同时也没有自己讨厌的点 普普通通 不排斥 可以继续相处下去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至极的基础羁绊 所以 这就导致签订了生死契约的人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完美契合度 甚至 有近90%的生死契约者表示 后悔签订了生死契约 因为契合度是需要经营的 面对着各方面的因素障碍 在这种障碍之下 很多人都会承受不住而后悔 而且最关键的是 契合度不是游戏进度条 只增不减 契合度是会下降的 一旦下降 又不能及时处理 拖到无法挽回 那么真的是生死不如了 所以 生死契约的生死两个 含义是非常的深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知道 生死契约很好 但是却极少人签订的主要原因 因为从最根本的程度上来讲 生死契约违反了人性 看到他这么认真解释 肖展收起了玩笑 也严肃回答道 我同意你的观点 相比于浮躁 且流于表面的激动 听到肖展的话 叶幽龙眼中淡然彻底消失 清澈的瞳孔 也忍不住泛起一丝涟漪 他的感知是没有错的 选择和肖展生死契约 可不仅仅只是因为 肖展的天赋强大 叶幽龙又说道 其实和我签订契约 是我占了便宜 你的血脉天赋技能 可以契约多个气灵 这会让你实力大增 还可以享受帝王之福 但是因为我 你就只能契约我一个 而我 却还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是我自私了 可我真的做不到 和别的女人共事一副 听到这话 肖展微微发愣 倒是没想到 叶幽龙还有这种觉悟 他嘴角一笑 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婆了 看到他如此真情流露的模样 肖展忍不住想要逗他一下 你说的没错 如果没有契约你 我肯定会契约很多气灵 享受一下好几个老婆的待遇 说着 脸上还出现了懊悔之意 大有垂胸顿足的架势 叶幽龙看到这一幕 果然心中一紧 眉头也是下意识的微皱 果然他也是这么想的吗 有些黯然 肖展敏锐察觉 他知道自己这老婆性格有点偏执 不好过多逗弄 于是又连忙话锋一转 不过 肖展嬉戏一笑 猛地凑到叶幽龙的面前 盯着他那双如同灿烂星空的眼睛 一字一句说道 不过 契约了他们 我就可遇不到你了 女人一得 老婆难求啊 更何况还是你这种天赋又高 长相漂亮 关键是 还很知心的老婆 肖展当然也想多契约几个 不过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他还能怎么办呢 更何况 他要是真的一次契约几个 恐怕会被联邦弄去切片吧 说完 肖展就掀起被子一脚 钻进了被窝 靠在了叶幽龙的身边 温柔地看着他 这个房间里只有一张床 肖展肯定不会去外面睡 或者地上睡的 老公的身份 自然是要和老婆睡一张床上 听到肖展的话 叶幽龙黯然消退 眼前一亮 又看到肖展靠近自己的动作 他心神微紧 但也没有阻拦和说什么 只是忍不住的翘脸有些微红 肖展和他睡一起 是应该的 他用同样温柔的眼神看向肖展 突然在他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谢谢你的理解 我相信我们两个 在未来是携手共敬 相濡以沫 脸上湿润带着温热 肖展心跳加速万分 但是他此刻没有任何的邪念 反而无比地充满信心 我也相信 嗯 叶幽龙脸大而驼红 桃花微醉 不敢看肖展 不早了 待关灯了 明天还要早起 嗯 眼前顿时变得黑暗 肖展加速跳动的心 跟随着黑暗逐渐平复了下来 话说 你刚刚是不是又破我了 黑暗中 肖展突然问道 叶幽龙 第二天 天才微微亮 将军府里就响起了少令之声 这是士兵们的集合声 哪怕是在将军府里执行 每日早晨 士兵们也都要进行集中训练 叶幽龙在这种长久的熏陶之下 自然是跟着一起起床 肖展第一次参与 但也不会赖床 紧紧跟上 他们一起来到训练广场 叶幽龙熟练地带着肖展 来到属于他们的位置 士兵们早已经习惯了叶幽龙的存在 身为叶家大小姐 却每日跟着他们一起训练 这份踏实吃苦的能力 是让他们相当佩服的 而对于这个新出现的陌生人肖展 他们也只是看了一眼 就没有过多关注 没有一润之声 只有鸦雀无声 但是他们都知道了 这个肖展 就是叶幽龙的生死契约对象 你要问他们怎么一眼就知道的 很简单 叶幽龙和肖展额头上的图文 这个图文 是无法让其消失的 会一辈子显现在额头之上 肖展站在人群边缘 尽力将身子占得比直 好在 他也是受过军训的 战姿有模有样 只是在气势上弱了太多 但很快 他也就被他们装重严肃的气势所感染 神色也不禁肃目起来 不愧是联邦政府的军队 继承了一边之前的红色精神 这后庐大山 力如宝剑的气势 根本不是普通军队可以拥有的 仅仅只是挨着他们 肖展就感觉自己融入了他们 当兵后悔三年 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之前的肖展还不明白这个含义 但是现在 仅仅只是一两分钟 他就明白了含义所在 全体都有 一个身姿挺拔的士官 走到众人最前面 目光扫过众人 像是能把人看透 刷 齐刷刷的力正胜 整齐划一 像是一个人发出来的 空间修炼一小时 开始 没有多余的废话 直接便是开始早晨的修炼内容 一日之计在余晨 早上的预知器 是一天中最为浓郁的 这个时候修炼 要比其他时候 效果好上很多 话音落下 男性士兵们 则纷纷开始盘系修炼 随着修炼的进行 一股无色的预知器 包裹着他们 缓缓荡漾 周围只能看到轻微的空气波动 同时 女性士兵们 则幻化成气磷形态 悬浮在他们的面前 这个时候 男性士兵身上的预知器 就会在气磷空间的牵连之下 包裹住面前的气磷 在包裹住之后 男性士兵身边 原本无色的预知器 会在气磷的属性作用下 散发出不一样的光运 同时周围的波动会变大 这便是预知器开始发挥作用了 也是修炼进入了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预知器首先会进入气磷空间之中 与空间中的气磷之力融合 然后对气磷进行淬炼 而气磷在被淬炼之后 各方面属性就会得到提升 这个时候 气磷空间感受到气磷的总体属性变化 就又会通过气磷空间中的气磷之力 将气磷的部分属性 反不给预灵师 从而让预灵师的身体得到强化 双方达到共同提升的目的 这种修炼模式 玉灵师占据主动 而气磷只需要分出一部分精神力配合就行了 气磷修炼的过程很轻松 但是却是和玉灵师提升的幅度是一样的 有种只有累死的牛 没有根不坏的甜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气磷会选择玉灵师的根本原因 因为有玉灵师的修炼 他们成长起来真的很轻松 自己单独修炼 效果慢死人不说 实力还大打折扣 所以几乎没人会选择不契约玉灵师 而这种修炼方式 看起来是对玉灵师不公平的 但是实际上是公平的 因为玉灵师虽然苦了些累了些 可是他们的提升是实打实的 玉灵师和气磷最大的不同 便是气磷有着气磷形态 他们能够承受玉灵师所承受不住的威能 而玉灵师在没有修炼之前 就是一普通人类的身体 根本经不起摧残 小刀就能要命 但是通过和气磷修炼之后 他们就能得到气磷的繁补属性 比如力量 耐力 强度 韧性 速度 这种表现在身体上 最为直观的就是 小刀不一定能要你命了 所以 付出会有回报 并不吃亏 肖斩也盘膝坐下 叶幽龙化作死亡魔帘 悬浮在他的面前 距离不到一米 肖斩引导着外界之中的预知器 进入气磷空间 这些预知器会被气磷空间过滤 气磷空间等级越高 过滤的杂质越多 留下来的能量也就越精纯 然后这些能量 会和气磷空间里本身存在的能量进行融合 然后对气磷进行淬炼 气磷空间本身的能量 那是育灵师的核心精髓所在 可以粗浅地理解为 育灵师的精气神 这种精气神与空气中最纯粹的能量进行融合 然后对气磷进行淬炼 那便是全方面的提升 只有预知器的能量淬炼 而没有精气神的参与 这种修炼方式是对气磷有很大隐患的 长时间以往 会让气磷自身无法控制自己 但是相反的 这种修炼方式对育灵师却是极好 因为修炼过程没有了精气神的融合 那么就同等时间内 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能量过滤和气磷淬炼上 这样就可以达到快速反补的效果 从而让育灵师的属性得到快速提升 所以 这是一种伤害气磷 或依育灵师的修炼方式 这是被禁止的修炼方式 只有那种进行主仆契约的人 才会进行这种不负责任 自私的修炼 肖展控制着各种能量相互融合 然后对死亡魔帘进行淬炼 这个时候 他的天赋就体现出来了 不仅气磷空间可以过滤更多 且更精准的能量 同时 他的精气神与能量融合总量很多 在质量上也趋于完美 这对气磷来说 简直是最完美状态的淬炼 质量与数量皆得 气磷的属性提升速度 也就相当的快 别人至少需要半个小时的淬炼 才能得到气磷的反补 但是现在 只是不到三分钟 便感受到了来自死亡魔帘的反补 血肉传来明显的炽热感 有点胀 有点痒 有点酸 这种感觉像是肉眼可见的实力提升 同时 肖展感觉到自己精神尸海之中 也多了一缕黑色的能量 他知道 这是死亡的气息 这一点 是生死契约的独有专属 其他两种契约模式 在得到气磷的反补时 只会有那种最为直观的具象化反补 会直接表现在身体上 力量增强 速度变快 等等 但是生死契约则多了一点 那就是在反补时 还会有抽象化的属性 就是气磷的属性 比如烈火 寒冰 治愈 雷电 等等 叶幽龙的死亡魔帘 具有死亡气息 那么肖展与他修炼 就自然也拥有了这种气息 死亡魔帘的战斗属性 就是在对敌人造成伤害的同时 其残留在伤口上的死亡气息 会进一步吞噬别人的生机 延缓伤口的愈合 同时 吞噬的生机 还会转化成一部分力量 回馈给玉灵师和气灵 而肖展有了这个属性 那么在战斗时 他和叶幽龙的属性 就会进行叠加 其表现出来的吞噬回馈效果 就会得到至少双倍的掐满回家 这一点 是其他契约模式所不能拥有的 是独属于生死契约的好处 很快 一个小时的训练时间结束 肖展从修炼状态中结束 他眼中黑光一闪而逝 握了握拳头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体质不一样了 这便是拥有力量的感觉 半个小时早饭时间 解散 事关的一声令下 众人纷纷解散去吃早饭 将军府内 吃饭时间都是固定统一的 就连夜无敌也是这个时间 他和士兵们唯一的区别 就是用餐标准不一样 当然 这不仅仅是 因为他是将军身份的原因 同时也是因为他的身体能量需要 当一个人的力量强大起来之后 所需要的消耗也会变多 吃的东西自然要特殊一点 而他吃的 则是那些良性异变的水果 以及他们斩杀的妖兽肉 妖兽肉都是大补之物 叶幽龙和肖展 自然是和叶无敌一起吃饭 这要比他在学校里吃得好太多了 继续训练 肖展他们就不需要了 他们现在的身体强度 还无法进行士兵那种极限训练 夜无敌则把肖展两人叫到了书房 然后拿出了一本牛皮卷笔记 交给了肖展 这本笔记是幽龙的父亲留下的 是他关于死亡魔帘的感悟 以及一些技能开发方法 本来以为是用不上的 但没想到 幽龙竟然继承了他母亲的气灵 那这本笔记就派上用场了 你竟然和幽龙签订了生死契约 那么这本笔记毋庸置疑是该给你 希望你好好认真研读 虽说这是只针对死亡魔帘的研究 但是要是流露出去 光是这上面记录的修炼心得 那也必定会遭到世人的哄抢 所以你要好好保管 记住了吗 肖展郑重地接过笔记 记住了 与此同时 肖展心中也对夜幽龙的父亲产生了好奇 他到底是谁 连夜无敌这样镇守一方的大将军 看起来都十分敬佩的样子 他怎么不自己出来给我 而且夜幽龙作为他的女儿 生死契约这样的大事 他都不知道出来关心一下 太神秘了 接着 夜无敌又说道 你的入学资料今天就能办好 你们今天就可以出发前往学院 不过 幽龙 你的堂哥知道你回来了 已经就从边关往回赶了 我们一家人也很久没有一起吃饭了 等他回来 一起吃个团聚饭 你们再走 怎么样 可以 夜幽龙点了点头 那好 你们自由活动吧 我还有事 就不陪你们了 夜无敌说完 便出去了 肖展看着手上的笔记本 又看了眼夜幽龙 你要看吗 不用啊 既然是父亲留给你的 就说明和我的关系不大 你父亲是谁 他不在家吗 听到这个问题 夜幽龙表情微变了一下 有些僵硬 但很快恢复过来 你以后会知道的 休息好了没 继续修炼 正合我意 肖展收好笔记本 然后和夜幽龙来到专用的练功房 关上门 肖展盘膝而坐 夜幽龙突然问道 你感觉到了没 肖展疑惑一愣 但随后就明白了他说的意思 微微一笑 你能感觉到 我当然也能 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肖展皱眉 低着头想了想 最后摇了摇头 除了天赋优势 我想不到别的原因 夜幽龙道 但绝对不是天赋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我父母的天赋 和我们的一样 肖展微惊 没想到他的父母 都是SSS级天赋 但转眼 脸色就更加困惑了 不是天赋原因 那我就想不出来了 夜幽龙沉膺了一会儿 先修炼 嗯 先修炼 时间一长 说不定就知道了 肖展也点头 于是 随后两个人 便立刻开始修炼起来 进入状态之后 肖展身体变强的那种感觉 再次袭来 这一次 肖展奋出了一部分精神力 进行研究观察 他刚刚和夜幽龙的对话 其实就是说的 他身体变强的那种一样感觉 当然 对他来说是叫反哺提升 对夜幽龙来说 叫做淬炼提升 他们疑惑的关键点 就在于 他们提升时的感觉 非常的强烈 因为根据学院的教学 以及书上的记载 一般的御灵师和气灵 在修炼时 身体强度和属性的提升 实际上是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的 都有一种细雨润无声 水过无痕的成长 是在不知不觉中 依靠长时间的积累提升的 一天两天都没感觉 然后在某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的回头一看 发现原来自己竟然进步这么多了 当然 这是一般御灵师和气灵的修炼 每个人的天赋不同 所呈现的反应不同 大致是天赋越高 感觉也越明显 可是肖炼和叶幽龙 却感觉这也太明显了吧 和书上的描述完全不一样 书上如果说这种感觉是毛毛细雨 那他们的感觉至少也是忠雨 清晰明显 仿佛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强化 这种超越认知的提升速度 让他们感到惊喜 但同样的也感到一丝担忧 实力提升太快 不一定是好事 尤其是这种不知缘由的提升 所以他们刚刚探讨缘由 肖展愤出一丝精神力查询原因所在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从各方面因素进行检查 弃灵空间 契约之力 预知器 不过好在肖展的时间充裕 外面时间流逝 转眼便来到了中午 叶无敌看到饭桌子上没人 疑惑问道 小姐和孤业去哪了 认不认可肖展是一回事 但是在下人面前 肯定要给肖展这半个主人的面子 所以称呼一声孤业是必须的 回将军 小姐和孤业在练功房修炼 行 知道了 在练功房的话就没必要等了 修炼无时日 什么时候结束也不一定 叶无敌开吃了 与此同时 肖展依旧在感知着原因 在这种状态下 外界的时间流逝速度很快 到了晚上也没有停下 一直修炼 直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肖展才心中一喜 他发现了原因所在 而就在他发现原因的一瞬间 突然 他的气灵空间发生了一阵变化 原本只有弹丸大小的气灵空间 突然扩大了不少 并且 里面的本源能量也变得更多了 也更为的纯粹 而随着气灵空间的扩大 所能吸收过滤的预制器也就更多 融合的能量也就随之增多 死亡魔帘的淬炼进一步加强 肖展心中欣喜万分 根据教学描述 这是他实力突破的现象 一品御灵师 他感觉到不可思议 这才只是一天的功夫 他竟然就突破了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御灵师 心情澎湃不已 诉说难以言表 他当即结束了修炼状态 死亡魔帘也变成叶幽龙 出现在他的面前 叶幽龙的眼中 同样是和肖展一样的惊喜 这个世界的修炼 实力有详细的划分 总共九品境界 一品最弱 九品最强 由于大部分人契约会解除的关系 男性御灵师便叫做一品御灵师 二品御灵师 九品御灵师 而女性气灵就叫做一品气灵 二品气灵 九品气灵 现在 肖展和叶幽龙同时突破到了一品 欣喜万分 根据教学所讲 两个S级契约 一般需要半年的时间 才能突破到一品境界 而两个SS级的 则需要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 像我们这种SS级的 数据较少 但也可以确定为 五天到七天的时间 才能突破一品 我们两个 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就突破了 如果算上休息 那就是两天的时间 但这速度 也比同等天赋人快了两到三倍左右 太匪夷所思了 叶幽龙盯着肖展的眼睛 震惊且担忧地说道 这事儿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太过诡异了一点 不用太过担心 我刚刚已经明白了原因所在 肖展宽慰道 然后又解释 经过我对体内各种能量的观察 我发现当我们修炼时 我体内的血脉力量有被牵引 一般情况下 血脉技能是随着自身实力的提升 自动强化的 不需要刻意地进行修炼 但是我们修炼时 它却跟随着一起流动 所以 我怀疑应该是我的血脉技能 使得我们的修炼速度加快 听着这话 叶幽龙疑惑了 你的血脉技能是契约扩炼 又不是加快修炼速度 这能搭得上关系 肖展摊了摊手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能发现这个特殊点 你要是觉得不是 我也想不到其他什么原因了 其实肖展判断的没错 他的血脉天赋技能契约扩裂 但其实并不是只是单纯的扩裂而已 而是给了他扩裂位置的同时 还给了他修炼上的扩裂增幅 什么叫做扩裂增幅 简单理解就是 修炼效果加倍 如果肖展的血脉天赋技能契约扩裂 只是单纯地增加气灵数量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会发现 他的气灵空间就只有固定那么大 每次吸收的预知器总量就那么多 那几个气灵在同一个气灵空间里 能量该怎么分 每个气灵只能分到少量 并且气灵越多 分到的就越少 而肖展得到的气灵反补 那也就越少 这等于变相地减弱了肖展的修炼速度 而扩裂增幅的这个效果 实际上就是在弥补这个问题 在肖展契约第一个气灵之后 扩裂增幅的效果就会出现 此刻 他和气灵会呈现出双倍的修炼效果 但是这个时候会出现变化 那就是效果不会再增强了 而是反向降低 有原来的两人双倍效果降低 降低成为一又三分之二倍的修炼效果 在契约第三个气灵之后 修炼效果就会变成一又四分之三的增幅 以此类推 会随着气灵的数量增加 修炼效果增幅逐步降低 但这个增幅倍数 始终在一到二之间 永远不会出现小于一的情况 这便是扩裂增幅的真正强大之处 但也一种约束 约束了肖展的选择 想要快速提升实力 就不能过多气约气灵 想要多个气灵 那实力就不能快速提升 但是实际上 肖展都是稳赚不亏的 他的修炼速度再怎么慢 也比同等天赋的人快 而此刻肖展因为没有气约第二个气灵 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个效果 但是他通过观察发现 还是判断出了一点问题 只不过 想要全面的清楚 他只有哪天气约第二个气灵 才有可能知道了 但是现在 他们至少可以确定 这种速度的提升 是没有隐患的了 暂时就这样吧 不管有没有隐患 我们也只能继续修炼下去了 叶幽龙说道 他也不知道真正原因 也只能相信肖展的说法 饿了没 出去吃饭吧 都一天了 肯定饿了 肖展揉了揉肚子 恰好此刻也到饭点了 肖展和叶幽龙 两人便来到了餐厅 叶无敌和张润雅 此刻也正吃着饭 看到两人走来 有点惊讶 人消失一整天了 终于舍得出来了 又看到两人精神萎靡 但目光中却金光闪烁的样子 不由得露出一抹好奇 你们这是有好事发生 叶将军这都能看出来 肖展有点惊讶 不愧是纵横战场的老将军 光从一个表情一个眼神 就能大致看出发生什么事了 说说看 是什么好事 叶无敌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说道 肖展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将目光看向叶幽龙 在他的思想里 低调才能稳健发育 不说故意隐藏实力 但是至少不能太张扬 况且 这里人多眼杂 一整天就突破一品玉灵尸 这要是传出去的话 绝对会引人某些人的注意的 没什么好事 让肖展意外的 叶幽龙竟然也没有要把说出来的意思 话落 叶无敌手上的动作一顿 神色微变 旁边的张润雅 吃东西的动作也放慢了 怎么 连我都不能告诉 叶无敌问道 叶幽龙保持沉默 气氛有点僵硬 叶无敌随后自嘲一笑 也是连他的天赋血脉技能都不告诉我 有其他好事 瞒着也是应该的 他刚说完这句话 一旁的张润雅 在桌子下不着痕迹地踢了他一脚 叶无敌表情稍微收敛了一点 语气明显有些妥协地说道 坐吧 先吃饭 两人随后便坐下吃饭了 肖展吃着东西 脑袋里思维转动 他总感觉叶幽龙的脾气有些怪怪的 尤其是和叶无敌说话的时候 仿佛总带着那么一点火药味 从前天第一天他来到叶家的时候 叶幽龙的表现就是这样的 说话的语气和态度 都是一副爱达不理的样子 他不太理解 因为怎么说叶无敌也是他的二叔 还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二叔 作为侄女 不至于态度这么冷吧 一开始他还以为是真的是叶幽龙的性格使然 也就没在意 但是刚刚叶无敌那句略带自嘲的话 让肖展察觉到了一点眉头 他觉得叶幽龙肯定是和叶无敌之间有什么事 不过他现在还不太好问 很快两人吃好了饭 我再待几天才去学院 叶幽龙突然说道 可以 叶无敌应道一声 没太多情绪 随后 叶幽龙带着肖展离开了餐厅 等到他们两个走之后 张润亚发作了 踩了一脚叶无敌 带着埋怨说道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和幽龙吵 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呢 叶无敌立即反驳道 我那也不算吵好吧 顶多就是一句牢骚 牢骚也不行 张润亚态度强硬 反正你以后记住了 只要是幽龙不想告诉你的事 你就最好不要多问 叶无敌软了气 有些无语 怎么说我也是他二叔 我关心他两句怎么了 他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哼 你也知道那是以前 张润亚的语气冷哼一声 但随后眼角挂着一丝怜悯 反正我告诉你 正因为你是他二叔的身份 所以 你更不能有半点的行为 刺激到他 他现在很脆弱 你知道吗 哎 行 我知道了 叶无敌忍不住也叹了一口气 听着张润亚的话 他的脸上不禁浮现出落寞之色 另一边 肖展和叶幽龙回到房间 为什么不告诉你二叔呢 难道连他也不能信任吗 肖展问出了这个问题 这在以前是叶幽龙的私事 但是现在 则也成了他的事 你以后会知道的 叶幽龙回答道 听到这句话 肖展眉头微皱 又是这句话 他讨厌这种不信任的感觉 如果每次遇到问题 叶幽龙都是这种态度的话 肖展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相处下去 叶幽龙也似乎察觉到了 自己这话的态度 也察觉到了肖展的表情变化 他想了想 给肖展倒了一杯水 缓和解释道 不告诉你 而是有些事情 我现在也还没有定论 我不想因为这些没有定论的事情 影响到你 现在你知道 反而会给你带来错误的判断 我相信 等我们以后有实力的时候 一切都会清楚的 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自私 听到这心平气和的解释 肖展心中的闷度 算是释放了些许 如果连生死与共的人都不能信任 那他和叶幽龙这生死的契约 又有何意义 所幸 叶幽龙不是那么偏执己见的人 我能理解你 你这也是为了我好 但是我也希望你相信我的能力 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弱不禁风 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互相依靠 不应该是一种试探 而是一种放心 无论未来的困难是多么巨大 我们都是要一同面对的 所以 我希望你在需要我的时候 放心大胆的依靠我 肖展温柔的说道 两个人最重要的是沟通 话说开来 矛盾便不是矛盾 而是感情的调味品 嗯 我知道了 我相信我们会有那一天的 叶幽龙笃定的点头应道 听着肖展的话 他脸上的冰衫难得有一丝化开 肖展能感受到 他传达过来的情绪 本就冰山性格 再加上也才签订契约几天 他有这种情绪反馈 已经很难得了 女人毕竟和男人不同 大多数男人见色起义 前妻上头快 女人则相反 大多数前妻反应平淡 后妻上头 所以 女人们经常会出现 她爱我的时候我不爱她 她离开我了我 反而爱上了她的狗血桥段 叶幽龙这种冰山类型的 显然属于慢热 能做到这样的情绪反馈 已经很不错了 这五天肖展和叶幽龙都在努力修炼着 时间安排的满满当当 没有任何一丝浪费 甚至比那些府中的士兵修炼的时间还要多 这让那些士兵们对他俩的毅力感到佩服 五天的时间已过 肖展和叶幽龙要准备去学院报到了 他们在府里都待上五天的时间 其目的就是要隐藏一整天 就突破一品御灵师的事情 现在时间加起来已经过去七天 那么他们突破一品御灵师的消息 就算放出去了 知道的人也不会太惊讶 而这五天时间里 一直说要回来吃团聚饭的叶幽龙的堂哥 却一直没有回来 这让叶无敌不禁有些担心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幸运的是 在第五天的晚上 叶幽龙的堂哥赶了回来 风尘仆仆 毛领上和帽子上都粘着血 穿着军服 身材高大健壮 一米八五的样子 脸庞刚毅 浓眉怒眼 散发出阵阵威猛之气 在他的身旁 跟着一个模样俏丽的美妇 父亲 母亲 我们回来了 叶阿怒朗声道 在他旁边的美妇也温柔附和道 父亲 母亲 回来就好 正好赶上晚饭时间 坐吧 叶无敌脸上也是终于舒展出笑容 儿子这么久不回来 不担心是假的 叶阿怒硬道一声 然后又看向叶幽龙 堂妹 好久不见啊 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听说你觉醒了 SSS及气灵 这真是一件大喜事啊 是整个叶家都值得庆祝的事情 哈哈 他的声音爽朗十足 和他的面相非常匹配 不过叶幽龙只是淡淡地回应他 谢谢堂哥 叶阿怒也是了解自己这个堂妹的 没怎么在意他的态度 又将目光转到了萧展的身上 脸色顿时不善起来 你叫萧展是吧 根据情报显示 你是S级 他的目光如虎 死死地盯着萧展 大有一副萧展回答是 他就要发动攻击的样子 他不是S级 他是SSS级 萧展还没有说话 叶无敌先开口了 他知道让萧展自己解释的话 叶阿怒肯定是不会信的 两个人估计又要掰扯半天 所以干脆他来说了 果然 他一开口 叶阿怒顿时就冷静了许多 SSS级 可是情报显示 叶阿怒又震惊又疑惑 震惊萧展竟然也是顶级天赋 疑惑是 这情报未毛不对 难道是父亲故意骗我 另有隐情 叶无敌摆了摆手 懒得过多解释 行了 情报也有不对的时候 反正他的确是SSS级 我已经验证过了 听到父亲这么说 那叶阿怒也不好继续深追了 好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叶阿怒 是幽龙的堂哥 你既然是SSS级 那我也就不找你麻烦了 以后我们也就是一家人了 你去了学院学习 尽管狂救世 要是有哪个不开眼的 敢找你麻烦 你就报我的名字 我拉一个军团去给你找场子 叶阿怒当即伸出手 十分豪爽地说道 这副180度大转变的态度 让萧展顿时有点措手不及 好家伙 刚刚还是一副 要给他颜色看看的样子 现在就立马态度一变 直接变成好兄弟了 这家伙数川剧的吧 变脸这么快 不过这也看出 这个叶阿怒是一个态度分明 十分干脆的一个人 看不上你就是看不上你 不遮遮掩掩 看得上你 那就是看得上你 非常爽快地表达自己的立场 这样的人往往没啥心机 值得深焦 萧展当即也伸出手 堂哥你好 我叫萧展 哎 这就对了 这声堂哥喊得没错 是个好兄弟 哈哈 叶阿怒哈哈一笑 握完了手 又对着萧展的肩膀一拍 好家伙 这力气还真大 幸好萧展已经是一品御灵师的实力了 不然还真不一定扛得住 对了 父亲 二弟呢 他还没回来吗 叶阿怒看了一圈 却发现自己的弟弟不在 叶无敌闻言 却不禁一乐 你二弟 他没说要回来 啊 没说吗 那他怎么告诉我他要回来 叶阿怒也一乐 两个人的疑惑 一下子让大厅里的气氛紧张起来 尤其是张润雅 脸色逐渐苍白起来 但就在这时 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道清脆开心的声音 爸 妈 我回来了 紧接着 一个欢快的少年狼身影跑了进来 正是叶无敌的小儿子 叶阿剑 大哥 嫂子 好久不见啊 叶阿剑的长相和叶阿怒完全是两个人 叶阿怒继承了叶无敌的粗狂 而叶阿剑则是继承了张润雅的清秀 两个人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亲兄弟 你小子担心死我们了 你不是说先回来吗 怎么比我还骂 而且 你回来之前 还不告诉爸妈 叶阿怒半斥则道 肉眼可见的 他对自己这个小弟很关心 两人之间 年龄相差十岁 可谓是真的大哥小弟了 叶阿剑黑黑一笑 我这不是想给爸妈一个惊喜吗 谁知道这鬼天气 突然下那么大的雪 导致飞机停飞 说完 他又迫不及待 转头看向叶幽龙 堂姐 恭喜你啊 觉醒 SSS级天赋 现在你可是我们家最亮的仔 臭小子 怎么说话呢 没大没小 张润雅一旁训斥道 眼神满是溺爱 叶阿剑又是黑黑一笑 然后又将目光看向萧展 脸上的笑容收敛 突然变得认真起来 再看萧展眉心的图文处 也是看得仔细异常 萧展以为他要和叶无敌一样 要开启嘲讽模式 或者像叶阿怒一样 先礼后兵 但却没想到他突然咧嘴一笑 然后伸出手 态度十分温厚 你好姐夫 我是阿剑 萧展一愣 没想到他是这种表现 但随后也立即伸出手 你好 我叫萧展 松开手 叶阿剑又拿出一个愈合 姐夫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 礼物 萧展又是一愣 甚至有点惊讶 他没想到 这个所谓的堂弟 还会给自己准备礼物 而且看他说的 好像还是专门给自己准备的礼物 谢谢 萧展没有推辞 而是 将这份情记在了心里 臭小子 你就自己你姐夫准备了礼物 我的呢 还有爸妈的呢 叶阿怒剑 只有萧展有礼物 顿时扬怒道 当然 只是开个玩笑 并不是真的要礼物 不过叶阿剑也没有要给的意思 他嘿嘿一笑 我就是爸妈最好的礼物 至于大哥你 你应该给我准备好不好 嘿 你这个臭小子 叶阿怒哑口无言 论成口舌 他还真不是叶阿剑的对手 好了 既然都回来了 那就吃饭吧 叶无敌一声令下 众人便来到餐厅吃饭 叶阿剑似乎很喜欢萧展 吃饭的时候也挨着他 并且和他不停地找话题聊 俨然就是一副自来熟的样子 萧展也对这个叶阿剑好感不错 在交谈之中 得知他十七岁 还没有觉醒 要明年这个时候 才会进行觉醒 不过 看叶家这基因 再加上这小子 头脑很聪明的样子 未来应该会觉醒出一个不错的天赋 对了阿怒 你七天前就说要回来了 怎么耽误了这么久 吃饭时 叶无敌问道 叶阿怒回答道 哦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刚准备出发的时候 遇到了一小波妖兽的袭击 我带兵清出去了 就耽误了几天 妖兽袭击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不会报 也不是大事 就只是零散的一些低级妖兽而已 也就十几只 我就没上榜 我清除了之后 担忧还有袭击 所以留下来又多待了几天 不然也早就回来了 叶阿怒解释道 听到这话 他确实也没必要上报 因为驻守边境 所以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只是 今年有些奇怪 以往这个时间段 妖兽都不怎么出没的 这段时间 已经出现好几次零散的骚扰袭击了 士兵们都不敢松懈 叶阿怒又突然皱眉说道 妖兽也不是天天动乱的 一年之中 总有一段时间会比较平静 他们驻守的地方 又常年低温寒冷 这种平静的时间更多一点 但是今年 本应该平静的日子 却多了一份热闹 闻言 叶无敌也再次担忧起来 士出无常必有妖 注意多派人侦查 尤其是血妖骨位置 必须着重观察 亦有异常 及时向我汇报 是 父亲 行了 吃饭的时候 就不要讨论别的事情 先吃饭 吃个好饭 张润雅这时在一旁劝道 好好的吃饭时间 咋就变成了工作汇报 听你妈的 先吃饭 叶无敌是怕老婆的 也不说其他的了 认认真真的吃饭 吃完饭之后 众人又聚在一起聊天 但叶幽龙似乎不太喜欢这种氛围 只是待了一会儿 便找了一个理由回屋里去了 萧展也准备回去 他留下实在也没有话说 但叶无敌却叫住了他 没办法 只能留下 好在 有叶阿剑不断给他找话题 倒也不是很尴尬 又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大家也都散去了 这个时候 叶无敌又把萧展叫到了书房里面 叶将军 找我有什么事吗 以后就叫我二叔吧 叶将军什么的 太生分了 叶无敌摆了白手 道 是 二叔 萧展知道 他可能是对自己有点认可了 不过 这并不重要 一个称呼而已 萧展喊什么都无所谓 叶无敌示意他做 然后他拿起一盒茶叶冲泡 一边说道 刚见面的时候 我的态度对你严厉了点 你不要放心里去 我是有些担心 你吃菜奥物才那样的 但是经过这七天时间的观察 我发现你的性格很稳重 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萧展走到他的面前 接过茶叶和开水 叶无敌却拦住了他 你做就行了 这茶我来泡 这怎么好意思呢 萧展道 让长辈给晚辈泡茶 不太符合礼仪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叶无敌很爽脆地说道 开水咕噜咕噜倒进茶杯之中 滚烫的热水翻卷茶叶 沉香的韵味缓缓展开 他递给萧展一杯 然后说道 当然了 这茶也不是白喝的 二叔有什么吩咐 尽管开口 我能做到的 绝对不含糊 你当然得不含糊 至于做不做得到 你做不到 也得做到 萧展闻言一领 这听起来 好像是一件很严峻的事情 幽龙应该已经告诉你 一些事了吧 没有 萧展摇头 哦 这倒是让叶无敌有些惊讶 他还以为叶幽龙会告诉他呢 不过想想 以叶幽龙现在的性格 没告诉他也是正常的 无妨 既然他没告诉你 那我也就不多说了 你知道了 反而会不好 叶无敌说完 又拿出一个箱子 箱子很古朴 但萧展却从上面 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厚重的气息 他不禁严肃起来 叶无敌随后打开箱子 里面躺着一件白色的衣服 衣服的材质 看不出来是什么做的 但是很薄很软 单色唇衣 只有一些浅浅的纹路 纹路不是很规整 像是蛇纹 且在灯光的映射之下 反射出如同波浪一般的七彩颜色 很是美丽 只不过 美中不足的是 这件衣服有一处破损了 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撕裂 萧展一眼就看出 这衣服不简单 叶无敌轻抚这件衣服 眼中流露出一抹忧伤 这件软甲的名字 叫做七彩软灵 是当初大哥斩杀了一头 龙及妖兽七彩巨猛 用他的皮所制作的 防御力惊人 即便是 现在已经破损了 也依旧可以抵御 六品御灵师的权力一击 现在 我把这件软甲 就交给你了 你将来有机会的话 就把这件软甲修复好 它应该能给你带来 很大的帮助 听着它的话 消斩呼吸变重 可以抵御六品御灵师一击的软甲 就这么交给我了 你不用拒绝 准确来说 这件软甲 也不是给你的 而是给幽龙的 你要用这副软甲 保护好它 这才是这件软甲 赋予你的真正使命 叶无敌诱导 谁说我要拒绝了 消斩没有半点客气地 接过软甲 开玩笑 这可是能保命的好东西 不要白不要 叶家家大叶大 自己这个姑爷 拿点东西 也是应该的 至于保护好叶幽龙 那不是说的废话吗 他死了 自己也得跟着死 不过软甲 软甲给自己 不给叶幽龙是对的 叶幽龙可以变成气灵 软甲给他几乎就没啥用 真正战斗的时候 玉灵师是最容易受伤的 放心吧 二叔 我会保护好他的 表面话还是要说的 行了 其他的也没什么好交代的 去了学院 好好修炼 争取早点毕业 联邦需要 你们这样的人才 是 二叔 没事的话 那我就先回去了 嗯 肖斩随后起身离开 叶无敌看着他离去 不禁叹了一口气 大哥 回到房间 叶幽龙看到肖斩手上的软甲 表情明显震了一下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没说 肖斩也懒得问 拿出软甲试了试 没想到 竟然还有自动适应功能 不大不小刚刚好 并且穿上之后 还有冬暖夏凉的效果 真是意外之喜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破损 影响美观 但是效果好就足够了 接着 他又拿出那个叶阿剑送的礼物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一枚半透明的果实 这是 强灵果 肖斩忍不住惊讶 强灵果 是一遍之后出现的一种灵果 这些灵果功效奇特 人吃了之后 往往会得到各种增益效果 而强灵果的作用 就是可以增强 玉灵师气灵空间的属性 通俗一点来说 就是改善天赋 在吃下强灵果之后 气灵空间会得到强化 从而吸收和过滤预制器的能力 大大增加 这样 就会达到一种 提升修炼速度的效果 只不过 这个强灵果也有限制 天赋等级越低的人 吃下去效果越大 等级越高 效果越小 一般F级的人吃了之后 直接提升到E级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E级的人吃了 想要提升到D级 那就得看运气了 飞球或者欧皇 至于D级的人吃了 提升到C级 那可以说是万中无一了 但是即便如此 这强灵果在市场上 也是绝对的香噴噴东西 一经出现 就会遭受风抢 完全的有价无市 肖斩很难想象 叶阿剑一个都没觉醒的孩子 从哪里弄来的这么一个强灵果 这玩意儿 可不是光有钱就能买到的 这时 旁边的叶幽龙突然说道 他应该是知道 你的天赋是S级 所以专门去给你弄了强灵果过来 他的学院在凌晨 那里并没有下雪 而离我们最近的机场 雪也不大 飞机是完全可以起飞降落的 我猜测他回来晚的根本原因 就是去给你找强灵果去了 听着叶幽龙的分析 肖斩顿时一下感觉 这颗强灵果十分的沉重了 他和叶阿剑连面都没有见过 仅仅只是一层姐夫的关系 他竟然就能做出这样的举动 肖斩真的是有被感动到 我欠他一个人情 虽然这强灵果对肖斩的用处不大 但是这代表了叶阿剑最真诚的心 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不明所以的就嘲讽自己 而是将他真正的当姐夫对待 这样的人 真的很让人心软 第二天 起来之后 肖斩和叶幽龙便向众人告辞 朝着白地御灵学院出发了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 肖斩将在这里度过 联邦政府有四大御灵学院 这四个学院都只招收B级以上的人才 几乎笼络了全联邦政府所有的人才 而这四大御灵学院 也是由联邦政府直接控制的 实行军事化管理 学院的根本宗旨 就是为军队输送大量的人才 一切的目的 都是为了联邦政府服务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实力强大的御灵师和气灵 才是站稳脚步的根本 一天过后 两人来到了白地御灵学院 因为在将军府多待了几天的关系 所以他们 这个时候来都已经开学两三天了 两人走到教务处报名 负责登记报名的老师 看到SSS级的叶幽龙 以及S级的肖展 差异的目光 在两人额头上来回打量 忍了好几次 但最终也没有多说什么 生死契约入学者 联邦政府有扶持政策 第一学期 按照双方最高天赋发放待遇 暂时进入一班学习 后面依照综合实力评定待遇 不记者降低待遇 你们两个有意见没有 登记老师低着头说道 没有 肖展回答道 天赋为门槛 实力为地位 所有的待遇 不看你任何的背景 只看你表现出来的实力 是一个真正强者至上的学院 本来他S级的资料是进不来的 就算是有业无敌的帮助 也进不来 不过生死契约者 一向都有特例 所以他可以进来 也有很多有权有钱的人 通过这个政策 寻找一些家事比较困难 但天赋不错的人 进行生死契约签订 从而让自家低于B级天赋的子女 进入学院学习 这种情况 也是被默认的 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情世故 哪怕是军队 哪怕是涉及联邦政府支柱命脉的学院 只不过此刻 在报名老师的眼里 肖斩这个家伙太过例外 因为根据资料显示 他可不是什么权势家族的人 他看向叶幽龙 完全搞不懂SSS级天赋的叶幽龙 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人 作为生死契约对象 但这不是他操心的事情 行了 你们可以进入教室学习了 希望你们接下来的日子好好修炼 不要辜负学院的培养 将来能为联邦政府出一份力 这是你们宿舍的钥匙 梁柱公寓208号 不要弄丢了 是 肖斩接过钥匙 随后便和叶幽龙走了出去 等到他们两个人离开 报名老师又把两人的资料拿起来反复观看 眉头皱成了一团 这该不会是数据出错了吧 怎么可能 这都新年龄128年了 没傻逼了才是 出了教务处 肖斩两人决定先去公寓 将东西放好 与此同时 新生一般正值下课时间 一个黑色寸短头发的学生 匆匆忙忙地跑进了教室 今天爆炸消息 今天爆炸消息 SSS及校花叶幽龙 和一个S级的小子 签订了生死契约 独家消息 真实可靠 骗子死全家 他的话凭地惊雷 如同一颗原子弹爆炸 惊起一片唏嘘 黄毛 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冰山校花的窑可不是那么好造的 你忘了 你的外号怎么来的了 就是啊 你小子可别不长记性 你这茅材 染回来没多久啊 SSS及和S级签订契约 除非全世界的御灵师都死绝了 否则怎么可能 黄毛知道他们不信 因为这件事 他也太过于震撼 只是这是事实啊 你们觉得 我还敢造他谣吗 我又不是傻子 我爸是教务主任 我刚刚在教务处亲眼看到的 他们也被分在一半了 不信的话 等会儿他们来了 你们就知道了 见黄毛这么严肃 众学员也不禁认真了几分 其中一个长相硬朗 气质出众的男人 沉着声问道 黄毛 你说的是真的 听到这个声音 黄毛顿时一领 真的是真的 其他的事情我也许会跑嘴 但这件事 我可不敢开玩笑 尤其是还是对龙哥年 我敢拿小命担保 见他都这么说了 众人也意识到 这很有可能就是真的了 一时间 气氛有吵杂变得安静 又变得严肃 许多人的目光 都不约而同地 看向那个气质出众的男人 他叫赵龙 是联邦八大家族之一赵家的人 本身觉醒SS级玉灵天赋 是白地玉灵学院 除了叶幽龙之外 天赋最高的几个人之一 长相帅气 家世显赫 天赋又高 注定是许多气灵 争相想要契约的对象 只不过 赵龙对那群争相蝴蝶 没有半点意思 他一心想要契约的对象 是叶幽龙 但可惜 叶幽龙根本看不上他 女性牧强 即便是在这个时代 在挑选玉灵师时 都是向上兼容 一个SS级 都要想方设法找 SS级的玉灵师契约了 更别说 叶幽龙这个SS级的了 天赋家世 都比不过叶幽龙的情况下 叶幽龙怎么可能会看得上他 不过 这个赵龙也有几分执念 在遭到叶幽龙的 无情拒绝之后 竟然还没有死心 而是一直在苦追叶幽龙 以至于他到现在 都还没有契约 就等着叶幽龙了 但现在叶幽龙 和别人生死契约传来的消息 一下子就让他 心掉入冰窖之中了 众人也察觉到 赵龙的情绪变得不太对 像是一头即将发怒的狮子 一个个都拾去地转过头去 不敢大声说话 黄毛见识不妙 也赶紧溜了 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只是过来通风报信而已 他是赵龙的小弟 过了一会儿 坐在赵龙旁边的一个男人劝道 龙哥 我觉得这件事还有待怀疑 叶幽龙自视甚高 绝对不会找一个废物玉灵师的 这其中定有原因 赵龙眉间寒冷 废话 我特么当然知道 我又不是傻子 赵龙气的是这个吗 他气的是 自己盯上的人 被别人抢了先 被喷的男人一脸憋屈 退了回去 自己好心相劝 反倒成了怒火发泄的对象 哼 我倒看看 被叶幽龙看中的人 是有多牛逼 赵龙盯着门口 等着叶幽龙的出现 果然 不一会儿 叶幽龙便带着肖展 出现在了教室门口 而当他出现的第一时间 众人所有的目光 都是忽略了肖展 直接朝着叶幽龙的眉心处 聚集而去 在看到了他眉心处 决定性的图文时 他们一个个心中都是一探 白地御灵学院 天赋最高的校花 竟然真的和人签订契约了 然后 他们将目光 放在了肖展的身上 当然 第一时间也是看他的眉心 果然 同样的图文 一瞬间 寂静无声 怀疑沈氏的目光 像是狗皮膏药一样 粘在肖展的身上 赵龙更是直接握紧了拳头 眼神阴郁到了极致 妈的 竟然真的被人杰足先登了 还是生死契约 以后都没有机会了 他的骨节捏得啪啪作响 但在没有确定肖展的身份前 他还是极力地忍耐着 给我查一下这小子的身份 赵龙对着刚刚的那个人吩咐道 是 那人应了一声 然后拿起手机开始发消息 各种操作起来 门口 叶幽龙无视这些人的目光 竟只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下 肖展自然是跟着坐在他的旁边 相对于他的淡定 肖展则在赵龙的身上 停多留了半秒钟 因为共享了叶幽龙天赋血脉技能感知的原因 肖展对这群人的情绪反应很敏锐 而在这些众多人之中 赵龙的情绪最为强烈 他不得不小心防着一点 恰巧这个时候 上课时间到了 一个穿着包囤裙的性感美女老师走了进来 他进来之后 先是看了一眼叶幽龙 随后便站在讲台上说道 今天我们班上新加入了两位同学 说是新同学 大部分同学其实都已经认识了 不过还是有从别的学院过来的学生 那你们两个就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 所有的学院都有两个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18岁以下未觉醒的学生 另一部分是觉醒了的 只不过四大育龙学院稍微特殊一点 觉醒之后会劝退那些不达标的学生 而其他一些学院的优秀天赋者 则可以被吸纳进四大育龙学院 所以 有些人不认识叶幽龙这个出名人物 当下 叶幽龙也站起来介绍道 我叫叶幽龙 很简单的五个字 说完就坐下了 不熟悉他的人有些猛逼 这也太高冷了吧 熟悉他的人和老师则是见怪不怪 叶幽龙的性格在白地御龙学院是众所周知的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得到个冰山校花的称呼 轮到肖展 大家的注意力都聚焦了几分 大家好 我叫肖展 和幽龙是契约对象 很高兴认识大家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互帮互助 肖展说完 向老师点头示意了一下 也便坐下了 话说得不卑不亢 且很有礼貌 但众人的反应并不太热烈 反而是露出一抹失望之色 因为他们并没有从肖展的介绍之中 听到自己想要的 老师倒是知道肖展的信息资料的 没想到一个F级在天才堆里 也能表现得从容不迫 多看高了他几分 随后他说了两句客套话 便正式上课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想要成为一位强大育龙师 其所拥有的力量 组成结构 总共分为三点 预知力 预知技 以及契合度 预知力不必多说 是一名育龙师力量来源的根本 不仅可以提升育龙师和气龙的各方面属性 同时发挥出强大的攻击效果 气龙空间储存的预知力越多